以西结书第一章 第三十年四月五日,我正在加巴鲁河边的时候,天开了,我就看见神的意象,那时我是在贝鲁的人中间 当天是约亚金王贝鲁后第五年四月五日,在迦勒底人的地方,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确实临到不息的儿子以西结祭司 耶和华的手在那里临到他身上 我光望,看见有狂风从北方刮来,并有一块闪耀着火焰的很大的云 云的周围有光芒,在云中的火焰里,好像有发光的金属 在火中又有四个活物的形状,他们的样子是这样 他们都有人的形状,他们各有四个脸孔,四个翅膀 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像牛犊的蹄,都很灿烂,像擦亮了的铜 在他们四边的翅膀下,都有人的手 他们四个活物的脸孔和翅膀是这样的 他们的翅膀互相接触,走动的时候不必转身,都是朝着脸孔的方向行走 至于他们脸孔的形状,四个活物都各有一个人的脸孔 在右边各有一个狮子的脸孔,在左边各有一个牛的脸孔 此外,各有一个鹰的脸孔 他们的脸孔就是这样 他们向上展开翅膀,各自用两个翅膀互相接触 用两个翅膀遮蔽身体 他们都是朝着脸孔的方向行走 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那里去 他们走动的时候,都不必转身 至于四个活物的形状,样子像烧着的火炭,又像火把 火在四活物中间到处闪耀 这火很明亮,有闪电从火中发出 四个活物往来奔走,好像闪电 我观看那些活物的时候,看见四个活物的旁边都有一个触地的轮子 四个轮子的样子与构造都是一个形状 它们好像闪耀的水仓域,又好像轮子套着轮子 轮子可以向四方移动,移动的时候不必转向 轮网很高,十分可畏 四个轮网都布满了眼睛 火物走动的时候,它们旁边的轮子也随着移动 火物从地上升起的时候,轮子也随着升起 灵往哪里去,火物就往那里去 轮子也随着它们升起 因为火物的灵是在轮子里面 火物走动,轮子也随着移动 火物站着不动,轮子也不动 火物从地上升起,轮子也随着升起 因为火物的灵是在轮子里面 在火物的头顶上面,有穷仓的形状 好像闪耀的水晶,十分可畏 在火物的头顶上面张开 在穷仓下面,火物的翅膀伸直张开 互相接触,各自用两个翅膀遮蔽身体 火物走动的时候,我听见它们翅膀的响声 像洪水的声音,也像全能者的声音 又像军队喧嚷的声音 它们站着不动的时候,翅膀就垂下来 有声音从它们头顶上面的穷仓发出来 它们站着不动的时候,翅膀就垂下来 在它们头顶的穷仓上面,有宝座的形状 好像蓝宝石的样子 在宝座上面,有一个样子像人的形象 我看见在那仿佛是它腰部以上 好像闪耀的金属 又好像有火四面包围 在那仿佛是它腰部以下 我又看见好像有火 光芒环绕着它 下雨的日子 云中彩虹的样子怎样 环绕它的光芒的样子也怎样 这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状的样子 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上 跟着听见有说话的声音 以西节书第二章 他对我说 人子啊,站起来,我要跟你说话 他对我说话的时候 灵就进到我里面 使我站立起来 我又听见对我说话的声音 他对我说 人子啊,我差派你到以色列人那里去 就是到那背叛我的叛逆国民那里去 他们和他们的列祖都得罪了我 直到今日 这人民十分顽固 心里刚硬 我差派你到他们那里去 你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他们或听或不听 他们原是叛逆的民族 也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先知 人子啊,至于你 虽然荆棘和吉林在你周围 你又住在蝎子群中 你不要怕他们 也不要怕他们讲的话 他们原是叛逆的民族 你总不要怕他们讲的话 在他们面前也不要惊慌 他们或听或不听 你只要把我的话告诉他们 他们原是叛逆的 人子啊,至于你 你要听我对你讲的话 不要叛逆我 像那叛逆的民族一样 张开你的口 把我赐给你的吃下去 我观看 看见一只手向我伸过来 手中有一卷书卷 他把书卷在我面前展开 书卷内外都写上字 写的是哀歌、悲叹和灾祸 以西解书第三章 他对我说 人子啊 把你得到的吃下去吧 吃下这书卷 然后去向以色列家说话 于是我把口张开 他就给我吃下那书卷 他又对我说 人子啊 把我赐给你的那书卷吃下去 填满你的肚子 于是我吃了 这书卷在我口里 像蜜糖一样甘甜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你去到以色列家那里 把我的话告诉他们 你受拆派不是到一个说话难明、言语难懂的民族那里去 而是到以色列家去 不是到说话难明、言语难懂的众多民族那里去 他们的话是你听不懂的 但是如果我拆派你到他们那里去 他们必听从你 以色列家却不肯听从你 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我 整个以色列家都是额间心硬的 看哪 我要使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 使你的鹅硬过他们的鹅 我要使你的鹅好像最坚硬的宝石 比伙食更硬 他们虽然是叛逆的民族 你却不要怕他们 在他们面前也不要惊慌 他又对我说 人子啊 我对你说的一切话 你都要留心听 记在心里 你去到贝鲁的人民那里 向他们宣讲 他们或听或不听 你只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那时灵使我升起 我就听见后面有哄哄的响声 耶和华的居所显现出来的荣耀 是应当称颂的 我又听见那些活物的翅膀 彼此相碰的声音 和活物旁边的轮子的声音 以及哄哄的响声 灵使我升起 把我提去 那时我心灵奋机 愁苦 耶和华的手强而有力 临到我身上 于是我来到提勒亚币贝鲁的人那里 他们住在加巴鲁河边 我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坐了七天 在他们中间震惊得不知所措 过了七天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我立了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 所以你要聆听我口中的话 替我警告他们 如果我对恶人说 你必定死亡 你却不警告他 也不警戒他离开恶行 好救他的性命 这恶人就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 但我要因他的死追究你 如果你警告恶人 他仍不离开他的罪恶和他的恶行 他就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 你却救了自己的性命 如果一人偏离正义 行事邪恶 我必把绊脚石放在他面前 他必定死亡 因为你没有警告他 他必因自己的罪死亡 他素常所行的义 也必不被纪念 但我要因他的死追究你 如果你警告恶人不要犯罪 他就不犯罪 他因为接受警告 救必存活 你也救了自己的性命 耶和华的手在那里 临到我身上 他对我说 你起来 出到平原去 在那里 我要向你说话 于是我起来 出到平原去 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停在那里 这荣耀就像我在加巴鲁河边看见的一样 于是我俯伏在地 灵进到我里面 使我站立起来 耶和华对我说 你进去 把自己关在家里 人子啊 人要用绳子把你捆绑起来 使你不能出到他们中间去 我要使你的舌头贴住上堂 使你变成哑巴 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 因为他们是叛逆的民族 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 我必开你的口 你就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肯听的就让他听 不肯听的就由他不听吧 因为他们是叛逆的民族 以西节书第四章 人子啊 你要拿一块砖头 放在你面前 在上面可以做成 代表耶路撒冷 然后安放围城设施 建造围城高墙 煮起工程图类 百列兵营 四周架起工程锤 你又要拿一个铁的尖盘 放在你合成的中间 当作铁墙 你要面向着城 象征成要被围困 你就是围攻纳城的 这要做以色列家的预兆 你要向左边侧卧 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 你向左边侧卧多少日子 你担当他们的罪孽 也是多少日子 我已经给你定了日子的数目 就是三百九十天 等于他们作孽的年数 你要在这些日子 担当以色列家的罪孽 这些日子满了以后 你要再向右边侧卧 担当犹大家的罪孽 我已经给你定了四十天 一天等于一年 你要面向着被围困的耶路撒冷 赤鹿着绑壁 说预言攻击这城 我要用绳子把你捆绑起来 使你不能转身 只等到你围困城的日子满了 你要拿小麦、大麦、豆子、扁豆、树米和粗麦 放在一个器皿里 给自己做饼 在你侧卧的三百九十天里 你都要吃这些饼 你所吃的食物要有一定份量 每天两百三十克 要在指定的时候吃 你喝的水也要有一定份量 每天半公升 要在指定的时候喝 你吃这些饼要像吃烙的大麦饼一样 但要用人份在众人面前烧烤 耶和华说 以色列人在我赶他们去的列国中 也要这样吃不洁净的食物 我说 主耶和华 我从来没有玷污过自己 我从小到现在都没有吃过已经死去的 或是野兽撕裂的动物 不洁净的肉从没有进过我的口 于是他对我说 你看 我准你用牛份代替人份 你可以在牛份上烤你的饼 他又对我说 人子啊 我要断绝耶路撒冷的粮食 他们要满心忧虑 吃配极的口粮 十分金黄 喝配极的水 他们缺粮缺水 个人都必金黄 因自己的罪孽衰弱而死 以西解书第五章 人子啊 你要拿一把利剑 当作礼法匠的剃刀 剃你的头和刮你的胡子 把虚法放在天平上秤 然后把它们分成几份 围困这城的日子满了 你要拿虚法的三分之一 在城中用火烧掉 用那三分之一在城的周围用刀剁碎 三分之一洒在风中 我还要拔刀追赶他们 你要在这些虚法中取几根 用你的衣角把它们包起来 再从这几根虚法中取一部分 投在火里焚烧 火必从那里蔓延到以色列全家 主耶和华这样说 这就是耶路撒冷 我曾把它安置在列国中间 万邦环绕着它 但它违背我的典章 行恶胜过列国 触犯我的律力 比环绕着它的万邦更坏 它弃绝我的典章 不遵行我的律力 主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比你们四为的列国更叛逆 不遵行我的律力 不遵守我的典章 连你们四为列国的法规 你们也不遵守 所以 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要敌对你 我要在你中间 在列国的眼前 施行审判 我要因你一切可赠的事 在你中间施行 我未曾行过 以后也不会这样施行的审判 因此 在你中间 父亲要吃儿子 儿子要吃父亲 我要向你施行审判 把你余生的众人 分散到四方去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你既然用你一切可赠的偶像 和一切可厌的事 来玷污我的圣索 我必收回对你的恩宠 我的眼 必不顾惜你 我也不连续你 你的人民 三分之一 必在你中间 因瘟疫死亡 因饥荒消灭 三分之一 必在你周围 因刀剑倒闭 三分之一 我要分散到四方去 我还要拔刀追赶他们 这样 我的怒气才可以发尽 我向他们所发的烈怒 才可以平息 自己才得到舒畅 我向他们所发的烈怒 完全发尽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 我耶和华说过的话 是出于极恨的心 我要使你变成荒帝 使你在你四围的列国中 和在所有路过的人眼前 成为羞辱的对象 我以怒气 烈怒和愤怒的责备 向你实行审判的时候 你就必在你四围的列国中 成为羞辱 讥讽和令人惊骇的对象 也成了他们的警戒 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我射出饥荒和毁灭的毒箭的时候 是为了毁灭你们 我要使你们的饥荒家具 断绝你们粮食的供应 我要拆遣饥荒和恶兽到你们那里去 使你丧掉儿女 在你中间 必到处发生瘟疫和流血的事 我也必是刀剑临到你 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以西解书第六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面向以色列的群山说预言 说 以色列的群山当听主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对大山 小山 西剑和山谷这样说 看啊 我必使刀剑临到你 毁灭你们的秋坛 你们的祭坛必然荒废 你们的香坛要被打碎 我要使你们被杀的人 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 我要把以色列人的尸体 放在他们的偶像面前 又把你们的海骨 抛散在你们祭坛的周围 在你们居住的一切地方 城镇都必荒凉 秋坛都必荒废 以致你们的祭坛荒废被弃 你们的偶像被打碎 被消灭 你们的香坛要被砍下 你们所制造的要被除灭 被杀的人 必倒在你们中间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但我要保留一些余生的人 你们分散在各地的时候 你们必有人在列国中 从刀剑下逃出来 那时 逃脱的人 必在被掳去的列国中 想起我怎样为了他们而伤痛 因为他们动了淫乱的心 离弃我 他们斜赢的眼 裂目偶像 那时 他们必为了自己所行的恶事 和他们一切可赠的事厌恶自己 他们必知道 我是耶和华 我说要将这灾祸在他们身上的话 并不是空话 主耶和华这样说 你要拍手顿足 说 爱哉 因以色列家一切可赠的恶事 他们必倒在刀剑 饥荒 瘟疫之下 在远处的必因瘟疫死亡 在近处的必倒在刀剑之下 那余下被围困的也必因饥荒死亡 我必这样在他们身上完全发尽我的恋怒 他们被杀的人倒在他们偶像的中间 在他们祭坛的周围 就是在各高纲 各山顶上 在每一棵翠绿的树下和茂盛的橡树下 就是他们献新香的祭给一切偶像的地方 那时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我必伸手攻击他们 使他们一切居住的地方 从旷野到地坡邋遢 都变成非常荒凉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以西节书第七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地这样说 终局到了 终局临到这地的四境了 现在终局已经临到你了 我要发怒攻击你 按着你的行为审判你 照着你一切可赠的事报应你 我的眼必不顾惜你 我也不连续你 我却要按着你的行为 照着你中间可赠的事报应你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啊 独特的灾祸临到了 终局到了 终局临到了 他已经起来跟你作对 看啊 他临到了 这地的居民啊 灾害临到你了 时候到了 日子尽了 是混乱喧嚷的日子 不是山上欢呼的日子 现在 我快要把我的烈怒 倒在你身上 向你完全发尽我的怒气 我要按着你的行为审判你 照着你一切可赠的事报应你 我的眼必不顾惜 我也不连续 我却要按着你的行为 照着你中间可赠的事报应你 你们就知道 击打你们的是我耶和华 看啊 这日子到了 灾害已经发出 账已经开花 狂傲已经发芽 强暴兴起 成了惩罚邪恶的账 他们无一存留 他们的群众都不在了 他们的财富没有了 他们中间也没有尊容 时候到了 日子近了 买的不必欢喜 卖的不用忧愁 因为烈怒要临到众人身上 卖的人虽然还活着 却不能得回所卖的 因为这个关乎众人的意向 必不更改 因为罪孽的缘故 没有人能保全自己的性命 他们吹了号角 准备了一切 却没有人出去作战 因为我的烈怒 要临到众人身上 城外有刀剑 城内有瘟疫和饥荒 在田野的必死在刀下 在城里的必被饥荒和瘟疫吞灭 他们中间逃脱的 必因自己的罪孽 在山上发出哀声 像谷中的鸽子哀鸣一样 他们的手都发软 他们的膝像水一般软弱 他们必用麻布束腰 战精把他们遮盖 个人的脸上满是羞愧 个人的头上都光秃 他们要把自己的银子 抛在街上 把自己的金子 当作污秽之物 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 他们的金银不能拯救他们 不能满足他们的心 也不能填满他们的度负 因为这些金银都成了叫他们落在罪孽里的绊脚石 他们以美丽的事物为夸耀 又用这些来铸造可赠可厌的偶像 因此我要使他们成为污秽之物 我要把他们交在外族人的手里做掠物 给地上的恶人做战利品 他们必亵渎这些东西 我必转脸不看他们 让他们亵渎我的圣索 强盗要进那里去 亵渎那地方 你要制造锁链 因为这地满了血腥 这城满了强暴 我要使立国中最凶恶的人 来占领他们的房屋 我要止息强盛者的骄傲 他们的圣索都被亵渎 惊恐临到 他们就求平安 却得不着 灾祸加上灾祸 坏消息加上坏消息 不绝而来 他们要向先知求异象 但是祭司的教训 长老的指导都必断绝 君王要悲哀 官长要把七粮当作衣服穿上 那地人民的手都要发战 我要按着他们的行为代他们 按着他们审判的法则审判他们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以西节书第八章 第六年六月五日 我坐在家中 犹大的众长老也坐在我面前 在那里 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 我观看 竟有一形状好像人的样子 在那仿佛是他腰部以下 有火的样子 在那仿佛是他腰部的 以上有光辉的样子 好像闪耀的金属 他伸出一只形状像手的东西 抓住我的一柳头发 灵就把我提到天地之间 在神的意象中 他把我带往耶路撒冷 到圣殿北门内院的入口处 在那里有令神愤恨的偶像的座位 不料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 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举目向北观看 我就举目向北观看 见祭坛门的北面 在入口的地方 有令神愤恨的偶像 他又对我说 人子啊 以色列家在这里所行的 就是他们行着极其可证的事 使我远离我的圣索 你看见了吗 但你还要看见更加可证的事 他连我到院子的门口 我观看 见墙上有一个洞 他对我说 人子啊 挖墙吧 我就挖墙 不料 竟有一道门 他对我说 你进去 看看他们在那里所行可证的恶事 于是我进去观看 见四围的墙上 刻着各种形状的爬行物 和可证物的走兽 以及以色列家所有的偶像 站在这些像面前的 有以色列家的七十个长老 沙藩的儿子 亚撒尼亚 也站在他们中间 个人手里拿着自己的香炉 香的烟往上升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以色列家的众长老 搁在自己偶像的房间里 暗中所行的 你看见了吗 他们说 耶和华看不见我们 耶和华已经离开这地了 他又对我说 你还要看见 他们行更加可证的事 他领我到 耶和华殿朝北的门口 在那里有些妇女坐着 为达摩斯哭泣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你看见了吗 你还要看见 比这些更可证的事 他又领我到 耶和华殿的那一月 在耶和华殿的门口 就是在走廊和祭坛中间 约有二十五个人 背向耶和华的殿 面向着东方 他们正在朝着东面 叩拜太阳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你看见了吗 有大家在这里行着可证的事 还算小事吗 他们使这地充满了强暴 再三惹我发怒 看哪 他们把树枝拿到自己的鼻前 因此 我要以猎怒待他们 我的眼必不顾惜 我也不连续 他们虽然在我耳中大声呼求 我还是不听他们 以西结书第九章 我听见他大声呼叫说 惩罚这成的啊 你们要进前来 个人手里拿着灭命的武器 忽然 有六个人 从朝北的上门那边走来 个人手里拿着杀人的武器 他们中间有一个人 身穿细麻布衣服 腰间带着墨盒子 他们进来 站在同祭坛旁边 以色列神的荣耀 本来是在基路坡上面的 现在从那里移到殿的门槛 以和华把那身穿细麻布衣服 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照来 对他说 你要走遍耶路撒冷全城 那些因城中所行的一切可憎的事 而叹息悲哀的人 你要在他们的额上画个记号 我又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 你们要跟随他走遍那城 进行杀戮 你们的眼不要顾惜 你们也不要连续 你们要从我的圣所开始 把老年人、少年人、少女、孩童和妇女都杀尽灭绝 只是那些额上有记号的人 你们都不可伤害 于是他们从殿前那些长老开始杀戮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要玷污这殿 使这些院子充满被杀的人 你们出去吧 于是他们出去 在城中进行杀戮 他们杀戮的时候 只留下我一个人 我就脸浮在地 呼叫说 哎 祝耶和华 难道你要向耶路撒冷 倾倒你的烈怒 使所有以色列余生的人 都灭绝吗 他对我说 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最大恶极 地上充满血腥 城内充满不义 因为他们说 耶和华已经离开这地 他看不见我们了 因此 我的眼必不顾惜 我也必不连续 我要把他们所行的 报应在他们的头上 那身穿细马布衣服 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 回报这事说 我已经照着你所吩咐我的行了 以西节书第十章 我观看见基督博头顶以上的穷仓 有好像蓝宝石宝座的形状 显现出来 主对那身穿细马布衣服的人说 你进到基督博以下的轮子之间那里去 从基督博之间 用两手盆满火炭 然后把他们洒在城上 他就在我眼前进去了 那人进去的时候 基督博站在殿的右边 云彩充满了内院 耶和华的荣耀从基督博上面升到殿的门槛那里 殿里充满了云彩 院子也充满了耶和华荣耀的光辉 基督博的翅膀发出了声音 在外院也可以听到 好像全能的神说话的声音 他吩咐那身穿细马布衣服的人说 你要从轮子之间 就是从基督博之间取火 那人就进去 站在一个轮子的旁边 有一个基督博从众基督博之间 伸手到他们中间的火那里去 取了些火 放在那身穿细马布衣服的人手中 那人拿了火就出去了 在那些基督博的翅膀下面 可以看见人手的形状 我观看 见众基督博旁边有四个轮子 每一个基督博旁边都有一个轮子 轮子的样子好像闪耀的水仓玉 四个轮子的样子都是一个形状 好像轮子套着轮子 轮子可以向四方移动 移动的时候不必转向 基督博面向哪一个方向走 他们就跟着移动 移动的时候不必转向 基督博的全身 背、手和翅膀 以及那些轮子都布满了眼睛 四个基督博的轮子都是这样 至于那些轮子 我听见它们称为旋转的轮子 每一个基督博各有四个脸孔 第一是基督博的脸孔 第二是人的脸孔 第三是狮子的脸孔 第四是鹰的脸孔 后来基督博也升起 这些就是我在加巴鲁河边 所看见的活物 基督博移动的时候 轮子也在它们旁边移动 基督博展开翅膀 飞离地面的时候 轮子也不离开它们 它们站着不动 轮子也不动 它们升起的时候 轮子也与它们一同上升 因为活物的灵是在轮子里面 以后 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店的门槛 停在基督博上面 基督博离开的时候 它们在我眼前展开翅膀 飞离地面 轮子也与它们一起 它们停在耶和华店的东门口 在它们上面 有以色列神的荣耀 这些是我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 在以色列神荣耀下面的活物 我就知道 它们是基督博 四个基督博 各有四个脸孔 四个翅膀 在翅膀下面 有人手的形状 至于它们脸孔的形状 就像我从前在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一样 它们每个都是朝着脸孔的方向行走 以色结书第十一章 灵把我提起来 带到耶和华店朝东的东门 在门口那里 有二十五个人 我看见他们中间 有人名的领袖 亚朔的儿子 亚撒尼亚 和彼拿亚的儿子 皮拉提 耶和华对我说 人子啊 这些就是图谋罪孽 在这城里设恶谋的人 他们说 建造房屋的时候还没有到 这城是锅 我们是肉 因此 人子啊 你要说预言 要说预言攻击他们 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 他对我说 你要说 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家 你们口里所说 心里所想的 我都知道 你们在这城里杀了许多人 是街道满了死人 因此 主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弃制在城中的死人 就是肉 这城就是锅 至于你们 却要从城中被赶出去 你们惧怕刀剑 我就是刀剑临到你们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要把你们从城中赶出去 叫在外族人的手里 我要向你们施行审判 你们必倒在刀下 我必审判你们 直到以色列的边境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 你们也必不做其中的肉 我必审判你们 直到以色列的边境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这是因为 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律例 也没有遵守我的典章 却效法你们周围列国的习俗去行 我正在说预言的时候 比拿亚的儿子皮拉提死了 于是我脸浮在地 大声呼叫说 哎 主耶和华 难道你要把以色列 余生的人都进行毁灭吗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论到你的兄弟 你的亲属和以色列全家 耶路撒冷的居民 曾经这样说 他们远离了耶和华 这地是赐给我们做产业的 因此你要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虽然把他们 远远地迁到列国之中 使他们分散在各地 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各地 占坐他们的圣所 因此 你要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要从万族中招聚你们 从你们被分散到的各地聚集你们 把以色列地赐给你们 他们必回到那里 也必除掉那里所有可厌的偶像 和所有可赠之物 我要把一颗心赐给他们 把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 我要从他们肉体中除掉食心 赐给他们肉心 使他们遵从我的律力 谨守遵行我的殿章 这样 他们就必做我的子民 我必做他们的神 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厌的偶像 和可赠之物的人 我要把他们所行地 报应在他们的头上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以后 基督伯展开翅膀 轮子都在他们旁边 在他们椅上有以色列 神的荣耀 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升起 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 灵把我提起来 在异象中 借着神的灵 领我到迦勒底贝鲁的人那里去 我看见的异象就离开我上升去了 我就把耶和华指示我的一切事 都说给贝鲁的人听 以西节书第十二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是住在叛逆的民族之中 他们有眼睛可以看 却看不见 他们有耳朵可以听 却听不见 因为他们是叛逆的民族 因此 人子啊 你要为自己预备贝鲁时所需的东西 在日间当着他们眼前离去 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居别处 他们虽然是叛逆的民族 或者他们可以看得明白 你要在日间当着他们眼前 把你的东西 好像贝鲁时所需的物件搬出来 到了晚上 你要当着他们眼前出去 像贝鲁的人出去一样 你要当着他们眼前 把墙挖穿 把你的东西从那里带出去 到了天黑 你要当着他们眼前 把这些东西扛在尖头上带出去 你要蒙住你的脸 使你看不见这地 因为我已经立你 做以色列家的一个兆头 于是我照着所吩咐地去行 在日间 我把我的东西 好像贝鲁时所需的物件搬出来 到了晚上 我用手把墙挖穿 天黑的时候 我就当着他们眼前 把这些东西扛在尖头上带出去 到了早晨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以色列家就是叛逆的民族 不是问你 你在做什么呢 你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这末世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 和以色列全家 你要说 我做你们的一个兆头 我怎样行 他们的遭遇也必怎样 他们必被掳去 他们中间的君王 必在天黑的时候 把东西扛在尖头上 从他们挖穿的墙带出去 他必蒙住自己的脸 不能看见这地 我要把我的网 撒在他身上 他必被我的网罗网住 我要把他带到巴比伦 就是迦勒底人之地 他不会看见那地 却要死在那里 我要把他周围所有的人 就是所有帮助他的 和他所有的军队 分散到四方去 也要拔出刀来追赶他们 我使他们四散到列邦中 分散在各地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然而 我却要留下他们少数的人 免受刀剑 饥荒和瘟疫之害 好使他们在所到的列国中 述说他们一切可憎恶的事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战战兢兢地吃你的饭 满心忧虑地喝你的水 你要对这地的人民说 论到耶路撒冷的居民和以色列地 主耶和华这样说 他们要满心忧虑地吃他们的饭 十分惊慌地喝他们的水 因为所有居民的强暴 这地必全然荒凉 有人居住的城市 必成为荒场 这地必然荒凉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们在以色列地 怎么有这一句俗语说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所有意象都落空了呢 因此 你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必使这一句俗语不再流行 在以色列中 人必不再引用这句俗语 你却要对他们说 日子临近了 所有意象都必应验 从此 在以色列家中 必不再有虚假的意象 和奉承的占卜 我耶和华所说的 是我要说的话 我所说的必定成就 不再担言 叛逆的民族啊 我所说的话 必在你们还活着的日子成就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以色列家说 这人所见的意象是关乎许多年日以后的事 他所说的预言是指着遥远的将来 因此 你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所有的话 必没有一句再担言 我所说的都必成就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以希结书第十三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您要说预言攻击那些在以色列中说预言的先知 对那些随着自己心意说预言的人说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这样说 鱼丸的先知有祸了 他们只是随从自己的灵说预言 却没有看见过什么意象 以色列啊 你的先知好像废墟中的狐狸 他们没有上去堵塞破口 也没有为以色列家重修强原 使他在耶和华的日子 在战争中可以站立得住 他们所见的是虚假的意象 是骗人的占卜 他们说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其实耶和华并没有拆遣他们 他们却希望自己的话能够应验 你们不是见了虚假的意象 不是说了骗人的占卜吗 你们还说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其实我并没有说过 因此 主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你们所说的是虚假 所见的是欺诈 因此我就攻击你们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的手必攻击那些 看见虚假意象 以占卜骗人的先知 他们必不得列在我子民的会中 不得被记录在以色列家的名册上 也不得进入以色列地 你们就知道 我是主耶和华 因为他们迷惑了我的子民 说平安了 其实没有平安 有人筑起脖墙的时候 他们就用灰泥粉刷那墙 所以你要对那些用灰泥粉刷那墙的人说 那墙要倒塌 必有暴雨漫过 大冰雹啊 你们要降下 狂风也必爆瓜 那墙倒塌以后 人岂不会问你们 你们所粉刷的在哪里呢 因此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要在我的烈怒中 使狂风爆瓜 在我的愤怒中 有暴雨漫过 在烈怒中 有大冰雹降下 毁灭这墙 我要拆毁你们 用灰泥粉刷的墙 使它倾倒在地 以至根基露出来 墙壁倒塌 你们必在其中灭亡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我必这样像墙 和像那些 用灰泥粉刷这墙的人 发尽我的烈怒 我要对他们说 墙没有了 粉刷那墙的人 也没有了 粉刷那墙的人 就是以色列的众先知 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说预言 在没有平安的时候 为这城建平安的意象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人子啊 你要面向民中 那些随着自己心意 说预言的女子 说预言攻击他们 你要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这些女子有祸了 他们替众人的手腕 缝制符咒的袋子 又替众人制造 不同长度的头巾 为要猎取人的性命 难道你们猎取我子民的性命 就能保全自己的性命吗 你们为了几把大麦 为了几块饼 就在我的子民中间亵渎我 你们像我那些愿听谎言的子民说谎 不该死的人 你们杀死了 不该活的人 你们却保全他们的性命 因此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要与你们福咒的袋子作对 你们用他们来猎取人的性命 好像猎取飞鸟一样 我必把他们从你们的绑壁上扯下来 释放那些被你们像飞鸟一样 猎取的性命 我必扯下你们的头巾 救我的子民脱离你们的手 使他们不再被你们的手猎取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我没有使义人灰心 你们却用谎言使他们灰心 又兼顾恶人的手 使他们不转离恶道而得拯救 因此 你们不得再见虚假的异象 也不得再行占卜的事 我要救我的子民 脱离你们的手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有几个以色列的长老来见我 在我面前坐下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 人子啊 这些人已经把他们的偶像 接到心里去 把那献他们在罪孽中的绊脚石 放在自己面前 我怎能让他们向我求问呢 因此 你要告诉他们 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家的人中 凡把他的偶像接到心里去 把那献自己在罪孽中的绊脚石 放在自己面前 却又来见先知的 我耶和华 必按他拜众多偶像的罪报应他 好夺回以色列家的心 他们众人 因自己的偶像与我疏远 因此 您要对以色列家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回转吧 转离你们的偶像 转脸离弃你们一切可赠之物吧 因为以色列家的人中 或是在以色列寄居的外族人中 凡与我疏远 把他们的偶像接到心里去 把那献自己在罪孽中的绊脚石 放在自己面前 却又来见先知 要为自己求问我的 我耶和华 必亲自报应他 我必向那人变脸 使他成为别人的见解和讥笑的对象 我要把他从我子民中剪除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如果有先知被欺骗说一句话 是我耶和华 任那先知受欺骗的 我必伸手攻击他 把他从我子民以色列中除灭 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 求问的人的罪孽怎样 先知的罪孽也必怎样 这样 以色列家必不再走迷路离开我 也不再因他们的一切过犯玷污自己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神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如果一国行了不忠的事得罪我 我就必伸手攻击那国 断绝那地的粮食 使饥荒临到那地 使人和牲畜都从那地剪除 即使有挪亚 但以利和约伯这三个人 他们也只能因自己的义 救自己的性命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如果我使猛兽经过那地 蹂躏那地 使他荒凉 以至因为这些受的缘故 没有人敢经过 即使有这三个人在其中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他们只能救自己 连儿女也不能救 那地却仍然荒凉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如果我使刀剑临到那地 说 愿刀剑经过那地 好让我把人和牲畜 从那地剪除 即使有这三个人在其中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他们只能救自己 连儿女也不能救 如果我使瘟疫流行那地 借着流血的事 把我的烈怒倾倒在那地上 使人和牲畜都从那地剪除 即使当中有挪亚 但以理和约伯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他们只能因自己的义 救自己的性命 连儿女也不能救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打发刀剑 饥荒 猛兽和瘟疫 这四样可怕的刑罚 临到耶路撒冷 要把人和牲畜 从那里剪除的时候 那情况 岂不更严重吗 其中将有剩下逃脱的人 连同儿女被带出来 他们来到你们那里 你们看见他们的所行所为 就会因我降给耶路撒冷的一切灾祸 得了安慰 你们看见了他们的所行所为 就必得安慰 因为你们知道 我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 并不是无缘无故的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以西节书第15章 耶和华的话连到我说 人子啊 葡萄树的木料 怎能胜过树林中的枝子呢 人可以从葡萄树上取木料制造物件吗 可以从葡萄树上取木料做钉子挂器皿吗 看哪 已经泡在火里当作燃料 火既烧毁了两端 连中间也烧焦了 它还可以用来制造物件吗 看哪 它完整的时候 尚且不能用来制造物件 何况它被火烧毁和烧焦了 它还能用来做什么呢 因此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怎样把树林中的葡萄树 泡在火里当作燃料 也必照样对待耶路撒冷的居民 我必变脸攻击他们 他们虽然从火里逃出来 火仍要吞灭他们 我变脸攻击他们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我必使这地荒凉 因为他们行了不忠的事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以西结书第十六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是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赠之事 你要说 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这样说 你的根源和出生地是在迦南地 你的父亲是亚摩利人 你的母亲是赫人 在你生下来的日子 没有人替你断旗带 没有人用水洗你 使你洁净 没有人洒盐在你身上 也没有人用不包裹你 没有人顾惜可怜你 愿意为你做上述任何一件事 你却被人抛弃在田野 因为你出生的时候 你是被人厌恶的 但我从你身旁经过 接你在血中挣扎 那时你躺在血中 我对你说 要活下去 我使你生长起来 像田间的植物 于是你生长起来 渐渐长大 好像最美丽的珠宝 你的凉乳长成 头发秀长 但你仍是赤身露体 我又从你身旁经过 见你已经到了谈情说爱的时候 我就用我的衣巾搭在你身上 遮盖你赤裸的身体 我又向你启示 与你立约 于是 你就属于我了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那时我用水洗你 洗净你身上的血 又用油磨你 我使你身穿刺绣的衣裳 脚穿海狗皮鞋 用细麻布给你裹头 又用丝绸给你披在身上 我用珠宝给你打扮 把手环戴在你手上 把项链戴在你颈上 又把鼻环戴在你鼻子上 把耳环戴在你耳朵上 把美丽的冠冕戴在你头上 这样你就有了金银的装饰 你穿的是细麻 丝绸和刺绣的衣服 你吃的是细面 蜂蜜和油 你实在非常美丽 佩登王后的胃 你的名声因你的美丽 传遍列国 你全然美丽 是因为我夹在你身上的荣美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可是 你倚仗你的美丽 又凭着你的名声去行营 你向每一个过路的人 纵情淫乱 你拿了你的一些衣服 为自己建造色彩缤纷的秋潭 又在那里行营 这样的事不应发生 将来也不会再出现 你又拿了 我送给你那些美丽的精气银器 为自己铸造男人的像 与那些像行营 你又拿你的刺绣衣服 盖在他们身上 并且把我的油和香料 都摆在他们面前 你把我赐给你的食物 就是我给你吃的细面 油和蜂蜜 都摆在他们面前 做新香的祭物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你更把你的儿女 就是你给我所生的儿女 献给他们做食物 你所行的淫乱 还算是小事吗 你竟宰杀了我的儿女 使他们精火 献给他们 你行这一切可赠和淫乱的事 并没有想过你年幼的日子 那时你赤身露体 在血中挣扎 你有祸了 有祸了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你行了这一切恶事以后 你又为自己建造高纲 在各广场上 煮起高坛 你在各路口建造高坛 使你的美丽 并为可赠的 又向每一个过路的人 张开两腿 多行淫乱 你也与放纵情欲的邻居 埃及人行淫 多行淫乱 惹我发怒 因此 我伸手攻击你 减少你的粮食 又把你交给那些 恨你的菲利式女子 使他们任意待你 他们对你邪当的行为 也感到羞愧 可是 因为你还不满足 又与亚述人行淫 你与他们行淫之后 还是不满足 于是你增多你的淫乱 与貌一支地加勒底行淫 你还是不满足 你行的这一切事 简直是任性无耻的妓女所为 可见你的意志 是多么的薄弱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你在各路口建造你的高纲 又在各广场上 逐起你的高坛 然而 你并不像一个妓女 因为你藐视 卖淫所得的赏赐 你这淫乱的妻子 你竟接外人 而不接自己的丈夫 人都把礼物送给妓女 你却把你的礼物 送给你的爱人 贿赂他们从四面来 与你行淫 你的淫行 与别的妇女不同 因为不是人把礼物送给你 要求与你行淫 是你把礼物送给人 所以你是不同的 因此 你这妓女啊 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你的情欲轻注出来 你与你的爱人行淫 露出你的下体 又因为你拜一切可赠的偶像 流儿女的血 把血献给偶像 所以我要把所有与你欢和的爱人 就是所有你所爱的和你所恨的都聚集起来 我要把他们从四围聚集起来攻击你 我要在他们面前露出你的下体 使他们看见你全身赤裸 我要审判你 像审判行奸淫和流人血的妇人一样 我要因我的烈怒和度分 使流人血的罪归在你身上 我要把你交在他们手里 他们要拆毁你的高纲 破坏你的高坛 剥去你的衣服 夺去你美丽的珠宝 只留下你赤鹿的身躯 他们必带一大群人上来攻击你 用石头打死你 用他们的刀把你砍碎 他们也要用火烧你的房屋 在许多妇人面前向你施行审判 我必止住你的淫行 也必使你不再把诱人形影的礼物送给人 这样我向你发的烈怒就可以平息 我的度分也可以离开你 我可以平静不再恼怒了 因为你不追念你年幼的日子 反而在这一切事上惹我发怒 看哪 我必照着你所行的报应在你头上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在你一切可憎的事以外 你岂不是还行了这淫乱的丑事吗 凡引用俗语的 必用这俗语指着你说 有其母必有其女 你实在是你母亲的女儿 她厌弃自己的丈夫和儿女 你实在是你姐妹的姐妹 他们厌弃他们的丈夫和儿女 你们的母亲是赫人 你们的父亲是亚摩利人 你的姐姐是撒玛利亚 她和她的女儿们住在你的北面 你的妹妹是索多玛 她和她的女儿们住在你的南面 你不但行他们所行的 做他们所做的可赠之事 而且你还以那些事为小 你一切所行的比他们更坏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你的妹妹索多玛和她的女儿们 都没有行过向你和你女儿们所行的事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 她和她的女儿们都骄傲自大 粮食丰足,生活安逸 却没有帮助困苦和贫穷的人 他们自高自傲 在我面前行了可赠的事 我看见了就把他们除掉 撒玛利亚所犯的罪 还不及你所犯的一半 你所行的可赠之事比她更多 以致你的姐妹 以你所行的一切可赠之事而显为义 你既然使你的姐妹叫显为义 你就要承担自己的耻辱 因为你所犯的罪比她们所犯的更可赠 她们比你更显为义 你使你的姐妹叫显为义 所以你就要惭愧 承担自己的耻辱了 我要使索多玛和她的女儿们 撒玛利亚和她的女儿们从苦境中转回 我也要使你们跟她们一起转回 好使你担当自己的耻辱 并且 因你一切所行的 使她们得了安慰 你就自觉惭愧 你的妹妹索多玛和她的女儿们 必回复原来的状况 撒玛利亚和她的女儿们 必回复原来的状况 你和你的女儿们 也必回复原来的状况 在你骄傲自大的日子 你妹妹索多玛 在你口中不是成了笑柄吗 那时你的恶行还没有显露出来 现在你却成了以东的女儿们 和以东四围的众人 以及非力士的女儿们 讥笑的对象 你周围的人都轻视你 你要承担你那些淫乱 和可赠之事的后果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主耶和华这样说 你这藐视誓言 背弃蒙约的 我必照着你所行的报应你 但我仍要纪念 在你年幼的时候 与你所立的约 也要与你建立永远的约 你接纳你姐姐和你妹妹回来的时候 你就会想起你所行的 并要自觉惭愧 我要把他们赐给你做女儿 但这并不是出于我与你所立的约 我要建立我与你所立的约 你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好使你在我赦免你所行的一切时 就会回想 自觉惭愧 并且 依你所受的羞辱 不再开口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以西节书第十七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向以色列家发出名誉 摄比喻 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有一只大鹰 翅膀大 零毛长 羽毛丰富 彩色缤纷 来到黎巴嫩 把香薄树的树梢取去 他灼断树顶的嫩枝 把他带到贸易之地 栽种在商人的城里 他又把以色列地的种子取去 栽种在肥沃的地土 水流的旁边 好像栽种柳树一样 他生长起来 成了一棵矮小而蔓延的葡萄树 树上的枝子向着那鹰 树根在它以下 这样 它就成了一棵葡萄树 生出枝子 长出嫩芽 另有一只大鹰 翅膀大 羽毛多 这葡萄树从它栽种的苗床上 把树根向这鹰弯过去 又向这鹰长出枝子 好得它的浇灌 其实 这树早已栽种在肥沃的地土 水流的旁边 可以长枝子 结果子 成为加美的葡萄树 你要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这葡萄树怎能茂盛呢 应不是要拔出它的根来 灼光它的果子 使它和它长出的一切嫩叶都枯干吗 其实 要把它连根拔起 并不需要很多人或很大的气力 看哪 葡萄树被栽种了 但它能发望吗 东风吹袭它的时候 它不是必然枯干吗 它必在生长的苗床上枯干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你要对那叛逆的民族说 你们不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吗 你要告诉他们 看哪 巴比伦王曾到耶路撒冷来 把其中的王和众领袖掳去 带他们到巴比伦那里去 他从以色列王室后裔中选出一人 与他立约 叫他启示 并且把国中那些有势力的人掳去 使国衰违 不能再兴盛 唯有谨守条约它才可以继续存在 可是 这人背叛的巴比伦王 差遣使者到埃及去 要得战马和大军 他能亨通吗 行这样事的人怎能逃脱呢 他破坏条约怎能逃脱呢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他藐视了自己所起的事 背弃了与王所立的约 因此 他必死在巴比伦 就是巴比伦王立他做王的地方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敌人建造围城的高墙 筑起工程图垒要剪除多人的时候 法老率领大军和大队人马 还是不能帮助他作战 他藐视誓言 背弃条约 他已宣誓效忠 却又行了这一切事 所以 他必不能逃脱 因此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他既然藐视我的誓言 背弃我的约 我必使这罪归到他的头上 我要把我的网撒在他身上 他必在我的网罗中被捕获 我要把他带到巴比伦去 并且要在那里 因他对我不忠的罪审判他 他军中所有的精兵 都必倒在刀下 剩下的也必分散到四方 你们就知道 说这话的是我耶和华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要从高大香薄树的树梢上 取去一根树枝 把它栽上 我要从树顶的嫩枝中 折下一根枝子 把它栽种在高耸的山上 我要把它栽种在以色列的高山上 它要长出枝子 结出果子 成为加美的香薄树 各种各类的飞鸟都必在树下棄树 就是棄树在枝子的树下 田野所有的树木都必知道 我耶和华使高大的树矮小 矮小的树高大 使青绿的树枯干 枯干的树茂盛 我耶和华怎样说了 就必怎样行 以西节书第十八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论到以色列地 你们为什么引用这俗语说 父亲吃了酸葡萄 儿子的牙酸倒了呢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你们在以色列中 必不再引用这俗语了 这是主耶和华的话 看哪 所有的人都是属我的 做父亲的怎样属我 做儿子的也怎样属我 唯独犯罪的才会灭亡 人若是公义 又行公道和正直的事 他不在山上吃鸡肉 眼目也不仰望 以色列家的偶像 不玷污临社的妻子 不亲近在旌旗中的妇人 不欺压任何人 把欠债人的抵押归还 他不抢夺人的物件 却把自己的食物给饥饿的人 把衣服给赤身的人穿着 他借东西给人不取利息 也不多要 他使自己的手远离罪恶 在人与人之间施行诚实的判断 他遵行我的律例 谨守我的典章 行事诚实 这人是个义人 他必定存活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他若是生一个儿子 是个强暴的人 流人的血 又向兄弟行上述任何一件恶事 虽然他父亲并没有做这样的事 他在山上吃鸡肉 又玷污临社的妻子 他欺压困苦和贫穷的人 抢夺人的物件 没有把抵押品归还 眼目仰望偶像 并行可赠的事 他借东西给人 要收利息 也向人多要 这样的人能存活吗 他必不能存活 他行了这一切可赠的事 必要灭亡 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 他若生一个儿子 这儿子看见他父亲所犯的一切罪 他虽然看见了 却不照样去做 他不在山上吃鸡肉 眼目不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 不玷污临社的妻子 不欺压任何人 不索取抵押品 不抢夺人的物件 却把自己的食物给饥饿的人 把衣服给赤身的人穿着 他不伸手欺压困苦人 借东西给人不取利息 也不多要 他遵守我的典章 遵行我的律例 这人就必不因他父亲的罪孽而灭亡 他必要存活 至于他的父亲 因为他勒索、抢夺兄弟的物件 在自己的同胞中行不善的事 所以他必因自己的罪孽而灭亡 你们还问 儿子为什么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 儿子若行正直和公义的事 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 就必存活 唯独犯罪的才会灭亡 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 父亲也必不担当儿子的罪孽 一人的义必归他自己 恶人的恶也必归他自己 恶人若回转 离开他所行的一切罪 谨守我的一切律例 行正直和公义的事 就必存活 不致灭亡 他所犯的一切罪过 都不会被纪念 做控诉他的理由 他必因自己所行的义而存活 难道我喜悦恶人死亡吗? 我不是喜悦他 回转离开他所行的而存活吗?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一人若转离他的义去行恶 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证的事而行 他能存活吗? 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会被纪念 他必因他所行不忠的事 和他所犯的罪而灭亡 你们还说 主所行的不公平 以色列家 你们要听 我所行的哪里不公平呢? 岂不是你们所行的不公平吗? 一人若转离他的义去行恶 他就必因此灭亡 他必因着他所行的不义灭亡 还有 恶人若回转离开他所行的恶 行正直公义的事 他就可以使自己的性命存活 因为他思量了 就转离他所犯的一切罪过 所以他必然存活 不致灭亡 但以色列家还说 主所行的不公平 以色列家 我所行的哪里不公平呢? 岂不是你们所行的不公平吗? 因此 以色列家 我必照着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 你们回转吧 离开你们的一切罪过吧 免得罪孽成为你们的绊脚石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要把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过弃掉 为自己造一个新的心和新的灵 以色列家 你们为什么要灭亡呢? 我不喜悦任何人灭亡 所以你们要回转 得以存活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以西节书第十九章 你当为以色列的众领袖做一首哀歌 说 你的母亲是什么? 是狮子群中的母狮 她卧在少壮狮子群中 养育她的小狮子 她养大其中一只小狮子 这幼狮成了一只少壮的狮子 学会了撕碎猎物 把人吃掉 列国听见了 就把她困在他们的坑中 他们用钩子 把她带到埃及地区 母狮见自己所等候的落空了 所希望的幻灭了 就从她的小狮子中 另取出一只 使她成为少壮的狮子 她在狮子群中行走 她已成了一只少壮的狮子 她学会了撕碎猎物 把人吃掉 她拆毁了他们的城堡 使他们的城市荒凉 因她吼叫的声音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惊恐 于是四维的列国 从各地来攻击她 把他们的网 撒在她身上 把她困在他们的坑中 他们把她放进笼里 用钩子带到巴比伦王那里 囚在狱中 使她的声音 在以色列种山上 不再听见 你的母亲像葡萄园里的 一棵葡萄树 栽种在水边 因为水源充足 结果累累 枝叶茂盛 她有粗壮的树枝 可作掌权者的杖 她树身高大 超乎其他茂密枝叶之上 因为她树身高大 枝子众多 远远就可以看见 但这葡萄树 因神的烈怒被拔起 摔在地上 东风使她的果子枯干散掉 粗壮的树枝枯高 被火吞灭 现在 她被栽种在旷野 在干旱无水之地 有火从树枝中的一根发出 吞灭树的果子 以至树上再没有粗壮的树枝 可以作掌权者的杖 这是一首哀歌 是一首流行的哀歌 以西节书第二十章 第七年五月十日 有几个以色列的长老来求问耶和华 他们坐在我的面前 耶和华的话连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 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来求问我吗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必不让你们求问我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人子啊 你要审问他们吗 要审问他们吗 你要使他们知道 他们列祖那些可赠的事 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在我拣选以色列的日子 我向雅各家的后裔举手启示 又在埃及地向他们显现 我向他们举手启示说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那日 我向他们举手启示 要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到我为他们所选定的流奶与命之地 就是万邦中最荣美的地 我对他们说 你们个人要抛弃 你们眼中那些可赠的像 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但是他们背叛了我 不肯听从我 他们个人没有抛弃 他们眼中那些可赠的像 没有离弃埃及的偶像 那时我说 我要把我的烈怒 倾倒在他们身上 在埃及地 向他们完全发尽我的怒气 然而 我为了我民的缘故 没有这样做 免得我的民 在他们寄居的列国的人眼中被亵渎 我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在列国的人眼前向他们显现 这样 我把他们从埃及地领了出来 带到旷野 我把我的律例赐给他们 把我的典章指示他们 人如果遵行 就必因此活着 我又把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 做我与他们之间的凭据 使他们知道 我是使他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 可是 以色列家在旷野背叛了我 没有遵行我的律例 弃绝了我的典章 人如果遵行这些 就必因此活着 大大亵渎了我的安息日 那时我说 我要把我的烈怒 倒在他们身上 在旷野 把他们灭绝 然而 我为了我民的缘故 没有这样做 免得我的民在列国的人眼中被亵渎 我曾在他们眼前 把以色列人领出来 我在旷野 也曾经向他们举手启示 必不领他们 到我赐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 就是万邦中最荣美的地 因为他们弃绝了我的典章 没有遵行我的律例 亵渎了我的安息日 他们的心随从自己的偶像 虽然这样 我的眼还是顾惜他们 不毁灭他们 我没有在旷野 把他们灭绝 我在旷野 对他们的儿女说 不要遵行你们祖先的律例 不要谨守他们的典章 也不要因他们的偶像 玷污自己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要遵行我的律例 谨守我的典章 把他们实行出来 你们要把我的安息日分别为圣 做我与你们之间的凭据 使你们知道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可是 他们的儿女背叛了我 没有遵行我的律例 也没有谨守实行我的典章 人如果遵行这些律例典章 就必因此活着 亵渎了我的安息日 那时 我说我要把我的烈怒 倒在他们身上 在旷野 向他们发尽我的怒气 然而 我为了我民的缘故 缩手 没有这样做 免得我民 在列国的人眼中被亵渎 我曾在他们眼前 把以色列人领出来 我在旷野 也曾经向他们举手起誓 要把他们分散在列国 四散在万邦 因为他们没有遵守我的典章 弃绝了我的律例 亵渎了我的安息日 他们的眼目注视着 他们祖先的偶像 因此 我也把不好的律例 和不能介意存活的典章 赐给他们 他们是所有投生的 都精火做贡物 所以 我让他们玷污自己 好叫他们金黄 知道我是耶和华 因此 人子啊 你要告诉以色列家 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的列祖 在对我不忠的这世上 亵渎了我 我领他们 到了我曾经举手起誓 要赐给他们的那地 他们看见各高山和茂盛的树林 就在那里献祭 在那里奉上惹我发怒的贡物 也在那里献上新香的祭 并且在那里交上他们的殿祭 我问他们 你们所去的那高处是什么地方 于是 那高处的名字叫巴麻 直到今日 因此 你要对以色列家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还照着你们祖先所行的玷污自己吗 仍随着他们可憎的偶像行邪淫吗 你们奉上贡物 使你们的儿子惊火 用你们的一切偶像玷污自己 直到今日 以色列家 我怎能让你们向我求问呢 主耶和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绝不让你们向我求问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说 我们要像列国的人 像列邦的各族一样 去侍奉木头和石头 你们心里所起的这意念 必不能成就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必用大能的手 伸出来的绑壁 以及到处来的列弩 统治你们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用大能的手 伸出来的绑壁 以及到处来的列弩 把你们从万族中领出来 从你们所分散到的列邦 召聚你们 我要把你们带到万族的旷野 在那里当面审判你们 我怎样在埃及地的旷野审判你们的祖先 也必怎样审判你们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使你们从牧人的帐下经过 使你们进入盟约的约束 我必从你们中间除尽那些背叛和得罪我的人 我虽把他们从寄居之地领出来 可是他们不得进入以色列地 这样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以色列家 至于你们 主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个人去侍奉自己的偶像吧 这是将来你们必要听从我 不可再以你们的供物和偶像 亵渎我的圣名 在我的圣山 就是在以色列的高山 以色列全家所有的人都要在那地侍奉我 我要在那里悦纳他们 在那里向你们要举祭和出手的土产 以及一切圣物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从万族中把你们领出来 从你们所分散到的列邦召集你们的时候 我必悦纳你们 好像悦纳新乡的祭一样 我要在列国的人眼前 在你们中间显为圣 我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 就是进入我曾经举手启示 要赐给你们祖先的地以后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在那里 你们要想起你们玷污自己的所作所为 又要为了自己所行的一切恶事 而厌恶自己 以色列家 为了我明的缘故 我没有照着你们的恶行和败坏的行为 带你们 这样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的话 领导我说 人子啊 你要面向南方 向南面发言 说预言攻击南地田野的树林 对南地的树林说 你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要在你中间点起火来 拖灭你中间所有青绿和枯干的树 猛烈的火焰必不熄灭 从南到北 遍地都要烧焦 所有的人都必看见 是我耶和华 使这火燃起来 这火必不熄灭 于是我说 啊 主耶和华 人都指着我说 这人不是在说比喻吗 以西节书 第21章 耶和华的话连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面向耶路撒冷 向圣索发言 说预言攻击以色列地 你要对以色列地说 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要攻击你 我要拔刀出鞘 把义人和恶人都从你那里剪除 我既然要把义人和恶人都从你那里剪除 所以我的刀必要出鞘 从南到北攻击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就知道 我耶和华已经拔刀出鞘 刀必不再入鞘了 人子啊 至于你 你要叹息 在他们眼前弯着腰 苦苦叹息 他们如果问你 你为什么叹息呢 你就要回答 是因为那将要来到的消息 人人都比心慌意乱 手都发软 精神衰退 他们的膝都像水一般的柔弱 看哪 他要来到了 这事一定要成就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的话连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预言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有一把刀 有一把魔力了的刀 是擦亮了的刀 魔力 是为要大行杀戮 擦亮 是为要闪烁发光 我们怎能快乐呢 我的儿子藐视管教的账 和一切劝告 这刀 已经交给人擦亮 可以握在手中使用 这刀 已经魔力擦亮了 可以交在行杀戮的人手中 人子啊 你要呼喊 哀嚎 因为这刀要临到我的子民 以及以色列所有的领袖 他们与我的子民都要交在刀下 所以 你要拍腿悲叹 因为考验必要来到 你为什么要藐视那管教的账呢 这是必不得成功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人子啊 至于你 你要拍手说预言 要接二连三地使用这杀人的刀 就是导致极大死伤的刀 把他们围困 好使他们心慌意乱 多人跌倒 我在他们所有的城门那里布下了杀戮的人 啊 这刀 做得闪烁发光 磨得尖力 可以杀戮 刀啊 向右边斩吧 向左边刺吧 无论你面向哪一方 就向哪一方杀戮吧 我也要拍手 并且要使我的烈怒止息 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至于你 你要定出两条路 给巴比伦王的刀前来 这两条路都从同一个地方出来 你要在通往城去的路口上 做一个路标 你要定出一条路 使刀临到亚门的拉巴 又要定出另一条路 使刀临到犹大 攻击坚固城耶路撒冷 因为巴比伦王站在分岔路口 在两条路口上 占卜 摇签 求问神像 查看动物的肝 他右手中拿着耶路撒冷的签 要在那里架起攻城锤 下令屠杀 扬声呐喊 架起攻城锤 攻打城门 筑起土壘 建造围城的高墙 在那些曾经向巴比伦启示效忠的犹大人看来 这是虚假的占卜 但巴比伦王 要使他们想起自己的罪孽 把他们掳去 因此 主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的过犯显露 你们的罪在你们的一切行为上给人看见 以致你们的罪孽被想起 你们既被想起 就要被人用手掳去 你这该死邪恶的以色列王啊 你的日子到了 最后惩罚的时刻到了 主耶和华这样说 你当除去投金 脱下冠冕 现在情形不同了 卑微的要升高 位高的要降卑 轻富 轻富 我要轻富这国 这国不再存在 只等到那统治的人来到 我就把国赐给他 人子啊 你要说预言 论到亚门人和他们的侮辱 祝耶和华这样说 你要说 有一把刀 有一把刀拔出来 是为要杀戮 擦亮 是为要毁灭 为要闪烁发光 人为你所尽的异象是虚假的 为你所占的补是虚晃的 使你倒在该死的恶人的景象上 他们受惩罚的日子到了 最后惩罚的时刻到了 收刀入鞘吧 我必在你被造之地 根源之处审判你 我必把我的愤怒 倒在你身上 把我的怒火 喷在你身上 又把你浇在那些 灌于毁灭的野蛮人手中 你必当作燃料被火焚烧 你的血要流在你的国中 你必不再被纪念 因为这是我耶和华说的 以西节书第22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审判吗 你要审判这流人血的城吗 你要使这城知道 他一切可赠的事 你要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这城中有流人血的事 他制造偶像 玷污自己 以至他受审判的时候来到 以你流了人的血 你就有罪了 以你做了偶像 你就玷污了自己 这样 你使你受罚的日子临近 遭暴的年日来到 我使你成为列国辱骂 列邦讥笑的对象 你这混乱喧嚷 民被玷污的城啊 那些离你近的和离你远的 都必讥笑你 看哪 以色列的领袖们 试着自己的能力 在你里面流人的血 在你里面轻视父母的 在你中间 有压迫寄居的 和欺负孤儿寡妇的 你藐视了我的圣物 亵渎了我的安息日 在你里面有好缠棒的人 他们要流人的血 在你的山上吃忌肉 又在你中间行淫乱的事 在你里面有暴露父亲下体的 有侮辱在惊奇中不洁的妇人的 在你里面 这人与灵社的妻子 行可赠的事 那人行淫乱 玷污自己的儿媳 还有人侮辱自己的同胞姐妹 在你里面 有接受贿赂而流人血的 你借钱给人 收取利息 并且多药 你用欺压手段 向你的灵社榨取不义之财 你更忘记了我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看哪 以你所得的不义之财 又因在你中间所流的血 我就拍掌 到了我惩治你的日子 你的心还能受得住吗 你的手还有力吗 我耶和华说了 就必实行 我要把你分散在列国 四散在万邦 我要从你中间消除你的污秽 你在列国眼前被玷污的时候 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话 临到我说 人子啊 以色列家在我看来 已成了渣子 他们都是炉中的铜 锡 铁 和铅 就是银的渣子 因此 主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既然都成了渣子 所以 我要把你们集合在耶路撒冷城中 人怎样把银 铜 铁 铅 锡 集合在炉中 吹火 使他们融化 我也照样在我的怒气 我的烈怒中 把你们集合起来 放在城中 使你们融化 我必集合你们 把我烈怒的火 吹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在城中融化 银子怎样在炉中融化 你们也必照样在城中融化 你们就知道 我耶和华 把我的烈怒 倒在你身上 耶和华的话 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对这地说 在愤怒的日子 你是没有雨水 没有甘霖之地 其中的先知叛逆 像吼叫的狮子 撕碎猎物 他们把人吞吃 抢夺财物和珍宝 使其中寡妇的树木增多 这地的祭司 违反我的律法 亵渎我的圣物 他们不分别圣俗 也不教导人分辨 什么是洁净的和不洁净的 又眼目不离我的安息日 以致我在他们中间被亵渎 其中的官长 好像撕碎猎物的豺狼 流人的血 灭人的命 为要得不义之财 这地的先知 用灰泥给他们粉刷墙壁 为他们见虚假的异象 行骗人的占卜 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其实 当时耶和华并没有说话 这地的人民常常欺压人 惯行抢掠 窥贷困苦穷乏的人 毫无公理地去欺压寄居的人 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强垣 在我面前为这地站在破口之处 使我不毁灭这地 我却找不到一个 所以我把我的愤怒倒在他们身上 用我烈怒之祸消灭他们 把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的头上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以西结书第23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有两个女人都是同一个母亲生的 他们在埃及行邪淫 在幼年的时候行了邪淫 在那里他们的胸被人抚摸 在那里他们处女的乳房被人抚弄 姐姐的名字是阿和拉 妹妹的名字是阿和利巴 他们都嫁了给我 并且生了儿女 论到他们的名字 阿和拉就是撒玛利亚 阿和利巴就是耶路撒冷 阿和拉嫁了我以后 仍行邪淫 恋慕他的爱人 就是亚述的战士 他们穿着紫色衣服 是做总督和省长的 他们都是英俊的年轻人 是骑着马的骑兵 阿和拉与这些亚述人中 最美的男子行邪淫 他因自己所恋慕的每一个人 和这些人的偶像玷污了自己 他没有离弃在埃及时的淫乱 那时他年幼 人与他同睡 抚弄他处女的乳房 把他们的情欲发泄在他身上 因此我把他交在他的爱人手里 就是他所恋慕的亚述人手里 这些人露出他的下体 掳去他的儿女 用刀杀了他 使他在妇女中有了臭名 因为他们向他施行惩罚 他妹妹阿和利巴虽然看见了 却在自己情欲的事情上 比姐姐更腐败 她的淫乱比姐姐的淫乱更甚 他贪恋亚述人 就是做总督和省长 穿着华美衣服的战士 骑着马的骑兵 全都是英俊的年轻人 我看见他被玷污了 他们姐妹两人所行的路都是一样 阿和利巴又继续行淫 他看见画在墙上的人像 就是用鲜红的颜料所画的迦勒底人像 这些像的腰间竖着腰带 头上有下垂的果头巾 他们看来像官长 有巴比伦人的样子 迦勒底是他们出生之地 阿和利巴的眼一看见 就恋慕他们 派遣使者到迦勒底去见他们 于是巴比伦人来 上了他爱情的床 与他形影玷污了他 他被他们玷污以后 心就与他们疏远 他既然显露了他的隐形 露出了自己的下体 我的心就与他疏远 好像我的心从前与他姐姐疏远一样 他还加倍形影 怀念他又年在埃及地形影的日子 他恋慕他的情人 他们的下体像驴的下体 他们射精像马一样 这样你就可想你又年时的淫荡 那时埃及人抚弄过你的乳房 抚摸你年幼时的胸 因此 阿和利巴 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必激动你的爱人攻击你 就是你心所疏远的人 我必带他们来从四面攻击你 他们就是巴比伦人 迦勒底人 比戈人 舒亚人 戈亚人 与他们一起的 还有亚述人 他们都是英俊的年轻人 是做总督和省长的 做长官和战士的 全部都是骑马的 他们必带着兵器 马车 战车和大队人来攻击你 他们要拿着大小盾牌 戴着头盔 从四面摆阵攻击你 我要把审判的事交给他们 他们必按着自己的惯例来审判你 我必向你发泄我的肚愤 他们必烈怒待你 割去你的鼻子和耳朵 你余下的人必倒在刀下 他们要掳去你的儿女 你余下的人必被火吞吃 他们必剥去你的衣服 夺去你华丽的事物 这样 我必使你的淫荡 和你从埃及地沾染的淫乱离开你 你的眼必不仰望他们 你也必不再怀念埃及 因为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必把你交在你所恨的人手里 就是交在你的心所疏远的人手里 他们必以憎恨待你 夺去你一切劳碌得来的 留下你赤身露体 你形影的下体 你的淫荡和淫乱都必显露出来 这些事要行在你身上 因为你随从列国行淫 被他们的偶像玷污了自己 你走了你姐姐所走的路 所以我必把她的杯交在你手里 主耶和华这样说 你必喝你姐姐所喝的杯 那杯又深又阔 容量甚大 必使你成为吃笑和讥讽的对象 你必酩酊大醉 充满愁苦 那是惊慌和荒凉的杯 就是你姐姐撒玛利亚的杯 你要喝这杯 并且喝尽 然后把这杯摔成碎块 又抓伤自己的胸 因为这是我曾说过的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因此 主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你忘记了我 把我丢在背后 所以 你要担当你淫荡和淫乱的后果 耶和华又对我说 人子啊 你要审判阿和拉和阿和利巴吗 你要把他们可憎的事向他们说明 因为他们行了奸淫 手中燃血 与自己的偶像行奸淫 他们甚至使自己给我所生的儿女精火 献给偶像做食物 此外 同一天 他们还向我做了这事 就是玷污我的圣索 又亵渎我的安息日 他们宰杀了自己的儿女献给偶像 同一天 又进了我的圣索 把圣索亵渎 这就是他们在我店中所行的 况且 你们打发使者去请人从远方来 使者到了他们那里 他们就来了 为了他们 你们洗澡 替眼部化妆 佩戴珠宝 你们坐在华丽的床上 床前放置了一张桌子 把我的香料和膏油放在上面 在那里有安逸无忧的群众发出喧哗的声音 有粗俗的人和酒徒从旷野而来 他们把手环戴在两个妇人的手上 把美丽的冠冕戴在他们头上 我论到这个因形影而衰退的妇人说 现在 让人与他行营吧 因为他本来就是妓女 他们与他同睡 人怎样与妓女同睡 也怎样与阿和拉和阿和利巴 那两个淫荡的妇人同睡 然而 必有一人判他们受淫妇和流人血的妇人所受的刑罚 因为他们是淫妇 他们手中染血 因为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必使一大群人上来攻击他们 使他们惊慌 被人抢掠 这些人必用石头打他们 用刀剑砍他们 又杀戮他们的儿女 放火烧毁他们的房屋 这样 我必使淫荡从这地止息 好叫所有的妇人都受到警戒 不敢照着他们的淫荡而行 人要把你们行营的报应 归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担当你们拜偶像的罪 你们就知道 我是主耶和华 以西节书第24章 第九年十月十日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记下今天的日子 因为巴比伦王就是在这一天围困耶路撒冷 你要向这叛逆的民族设比喻 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把锅放在火上 放好了就把水倒在锅里 把肉块就是所有肥美的肉块 腿肉和煎肉都放进锅里 用上好的骨头把锅装满 要选用羊群中最好的 把柴堆放在锅底下 使锅沸腾 把骨头煮在锅中 因此 主耶和华这样说 流人血的成就是长锈的锅有货了 他的锈未曾除掉 要把锅里的东西一块一块取出来 不必为他们抽签 因为他所流的血还在城中 他把血泼在光滑的磐石上 不是倒在地上 被尘土掩盖 我为了发烈怒 好施行报应 就把他的血倒在光滑的磐石上 以致不得掩盖 因此 主耶和华这样说 流人血的成有货了 我也必把柴堆加大 你要多加柴汁 点上火 混合香料 把肉煮烂 使骨头烧焦 然后把空锅放在烫火上 使锅烧热 使铜烧红 使其中的污秽融化 使他的锈得以除尽 这锅真叫人疲累 他厚厚的锈总没法除掉 就是用火也不能除掉 你的污秽就是淫荡 我想要洁净你 你却不愿意洁净 所以你的污秽再不能得到洁净 只等到我向你发的烈怒止息 我耶和华已经说了 时候到了 我必成就 我必不退缩 必不顾习 也不改变心意 我必照着你的所作所为审判你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我要打击你 把你眼中所喜爱的夺去 你却不可悲哀 不可哭泣 也不可流泪 只可静默地叹息 不可为死人哀悼 你的头上仍要缠着头巾 脚上仍要穿着鞋子 你不可蒙着脸 也不可吃为丧家预备的食物 于是我在早上对众人说了这事 晚上 我的妻子就死了 次日早晨 我就照着所吩咐我的行了 众人问我 你不告诉我们 你这样行 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我回答他们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家 属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必使我的圣所被亵渎 这圣所就是你们所夸耀的势力 言所喜爱的 心中所爱惜的 你们一下的儿女都必倒在刀下 那时 你们要照着我所行的去行 你们不可蒙着脸 也不可吃为丧家预备的食物 你们的头上仍要缠着头巾 脚上仍要穿着鞋子 你们不可悲哀 不可哭泣 但你们必因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 衰弱而死 以西节必成为你们的一个兆头 凡他所行的 将来你们也要照样行 这事来到 你们就知道 我是主耶和华 人子啊 我从他们中间夺去他们的堡垒 他们所喜欢的荣耀 他们言所喜爱的 心所崇尚的和他们的儿女的时候 岂没有逃脱的人来到你那里 使你听见这事吗 那时 你要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 不再做哑巴 你必成为他们的一个兆头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以西节书 第25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面对亚门人 说预言攻击他们 你要对亚门人说 你们要听主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的圣所被亵渎 以色列地荒凉 有大家被掳去的时候 你说 哈哈 所以 我要把你交给东方人做产业 他们必在你那里安营 在你那里设立居所 他们必吃你的果子 喝你的奶 我必使拉巴成为木放骆驼的地方 使亚门人之地成为羊群躺卧之处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主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你手舞足道 心存轻蔑 因以色列地的遭遇而欢喜 所以 我必伸手攻击你 把你交给列国做略物 我必从万族中剪除你 使你从列邦中灭亡 我必消灭你 你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主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摩押和希尔说 看哪 有大家与列国毫无分别 所以我必除去摩押一面的防守 从边界的城市开始 就是他们看为那第一支荣美的伯耶西墨 巴利缅和基列亭 我必把摩押连同亚门人 一起交给东方人做产业 使亚门不再在列国中被纪念 我要向摩押施行审判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主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以东向犹大家报仇血恨 他们这样做就犯了大罪 所以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必伸手攻击以东 把人和牲畜都从其中剪除 我必使以东荒凉 从提曼直到抵弹 他们都要倒闭在刀下 我必借着我子民以色列的手报复以东 以色列人必照着我的怒气 按着我的烈怒对待以东 以东人就知道 这是我的报复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主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非力士人向犹大人报仇血恨 心存轻蔑报仇血恨 他们永远怀恨 要毁灭犹大 因此 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要伸手攻击非力士人 减除激励蹄人 消灭沿海剩下的人 我必怒责他们 向他们大师报复 我向他们报复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以西节书第26章 第11年某月初一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因为推罗论到耶路撒冷说 哈哈 那万族的门已经破坏了 向我打开了 我必得丰满 他却成了荒场 所以主耶和华这样说 推罗啊 我要与你为敌 我必叫多国上来攻击你 好像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 他们必毁坏推罗的城墙 拆毁他的城楼 我必刮进他的城土 使他成为光滑的磐石 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 因为我已经说了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他必成为列国的略物 那些在陆地居住的推罗人 必被刀剑所杀 然后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因为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要是诸王之王 就是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撒 率领马匹 战车 骑兵和一支大军 从北方来攻击推罗 他必用刀剑杀戮你那些在陆地居住的人 他必建造围城的高墙 竹起图类 举起盾牌 攻击你 他必用攻城锤攻击你的城墙 用武器拆毁你的城楼 因为他的马匹众多 他们扬起的尘土 必遮盖你 他进入你的城门 好像人进入已有破口的城 那时 你的城墙 必因骑兵 车轮和战车的响声而震动 他的马蹄 必践踏你所有的街道 他必用刀杀戮你的人民 你坚固的柱子 必倒在地上 他们必掳去你的财富 以你的货财为略物 他们必破坏你的城墙 拆毁你华丽的房屋 把你的石头 木头和瓦砾 都投在水中 我必使你唱歌的宣声止息 人也再听不到你的琴声 我必使你成为光滑的磐石 你必成为晒网的地方 你必不再被建造 因为我耶和华已经说了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主耶和华 对推罗这样说 杀戮在你中间发生 受伤的人都在哀哼的时候 众海岛 岂不因你倾倒的声音而震动吗 那时所有沿海的君王 都必由王坐下来 除去巢服 脱下刺绣的衣服 披上战金 坐在地上 不停发抖 以你而惊骇 他们必为你做一首哀歌说 你这著名的城 航海之人的居所 在海上坚固有力的 你和你的居民素来 使惊恐 临到所有住在那里的人身上 你怎么绝了鸡呢 现在海岛的居民 在你青岛的日子 都必战惊 众海岛 因你的毁灭而惊慌 因为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使你成为荒废的城市 像没有人居住的城镇 我使深渊的水上升漫过你 使大水淹没你 那时我要使你与那些下到阴府的人一起 下到古时的人那里去 我要使你住在地的深处 就是住在久而荒废之地 与那些下到阴府的人在一起 以致你不再在活人的境界重现 我必使你遭遇可怕的灾祸 你就不再存在了 人虽然寻找你 却永不再寻得着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以西解书第27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为推罗做一首哀歌 要对那位于海口 跟沿海邦国通商的推罗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推罗啊 你曾经说过 我是全然美丽的 你的疆界在众海中心 建造你的使你全然美丽 他们用士尼尔的松树 做你所有的木板 用黎巴嫩的香薄 做你的桅杆 用巴山的橡树 做你的桨 用七蹄沿岸的黄羊木 镶嵌着象牙 做你的苍板 你的凡是用埃及刺绣的细麻布做的 可做你的旗帜 你的棚是用以利沙沿岸的蓝色和紫色布做的 西顿和亚法的居民给你荡墙 推罗 你中间的济师做你的舵手 加巴勒的济师和老练的工匠 都在你那里修布裂缝 所有海上的船只和水手都在你那里 与你进行贸易 波斯人 路德人 福人 都在你的军队中作战士 他们在你那里挂起盾牌和头盔 彰显你的光荣 在你四围的城墙上 有亚法人和赫勒克人 在你的城楼上 有哥马底人 他们把自己的盾牌挂在你四围的城墙上 使你全然美丽 他诗人 因你各样丰富的财物 就做你的贸易伙伴 他们用银、铁、锡和铅来换取你的货物 亚丸人、土巴人和米社人都与你通商 他们用奴隶和铜器来换取你的商品 伯陀加马人 用马、战马和骡子来换取你的货物 抵旦人与你通商 沿海许多地方 都做你贸易的市场 他们用象牙和乌木支付给你 亚兰人 因你的产品很多 就做你的贸易伙伴 他们用绿宝石、紫色布、刺绣、细麻布、珊瑚 红宝石来换取你的货物 犹大和以色列地都与你通商 他们用米腻的麦子、饼、蜜、油和乳香 来换取你的商品 大马士革人因你产品很多 又因你各样丰富的财物 就用黑本酒和白羊毛来与你交易 魏旦人用乌萨出的酒来换取你的货物 他们用断铁、桂皮和昌普来交换你的商品 抵旦人用马鞍毯子来与你交易 阿拉伯人和基达所有的领袖都做你通商的顾客 他们用羊羔、绵羊和山羊来与你交易 士巴和拉玛的商人都与你交易 他们用各样上等的香料 各种宝石和黄金来换取你的货物 哈兰人、甘尼人、伊甸人、士巴的商人、亚述人和基末人都与你交易 他们用美丽的衣服、蓝色刺绣的袍子、色彩缤纷的地毯 用绳子绑得结实 在你的市场上与你交易 踏实的船只运在你的商品 你在海的中心满载货物 极其沉重 给你荡奖的已经把你荡到水深之处 东风在海的中心把你吹破 你的财富、货物、商品、水手、舵手 修补裂缝的、与你进行贸易的 在你那里所有的战事 并在你中间所有聚集的人 在你轻负的日子都必在海的中心沉下去 以你舵手的呼叫声 脚也都必震动 所有荡奖的水手和航海的舵手 都必离开他们的船只 站在路上 他们必为你放声痛哭 把尘土撒在自己的头上 在灰中打滚 他们必因你把头剃光 腰树麻布 为你痛心哭泣 苦苦被爱 他们为你哀悼的时候 必为你做一首哀歌 有哪一座城 像在海中沉急的推螺呢? 你的货物从海上运出去的时候 曾使多国的人饱足 因你丰富的财物和商品 你使地上的君王都富裕 如今你在深水的地方 被海水冲破 你的商品和所有在你那里聚集的人 都沉下去了 沿海地带所有的居民都因你惊骇 他们的君王都极其恐慌 面容扭曲 各族的商人都吃笑你 你必遭遇可怕的灾祸 你就永远不再存在了 以西节书第28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你要对推螺的君王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 我在海的中心,坐在神的宝座上 其实你不过是人,并不是神 你心里却自以为是神 你比但依里更有智慧 任何秘密的事都不能隐瞒你 你靠着自己的智慧和聪明 为自己得了财富 把所得的金银放进自己的福库里 你靠着自己在贸易上的大智慧 增添你的财富 你又因自己的财富心里高傲 因此 主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你心里自以为是神 所以我要使外族人 就是列国中最强横的人来攻击你 他们要拔出刀来 攻击你用智慧得来的美物 玷污你的光彩 他们必使你下到坑中 你必被杀害 死在海的中心 在杀戮你的人面前 你还能说我是神吗? 在那些杀害你的人手里 你不过是人 并不是神 你必死在外族人手里 与未受割离的人一样 因为这是我曾说过的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为推罗王做一首哀歌 对他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你是完美的典范 满有智慧 全然美丽 你曾在伊甸 神的园中 有各样的宝石做你的衣服 就是 红宝石 红碧玺 金刚石 水仓玉 红玛 碧玉 蓝宝石 绿宝石 和红玉 宝石做是用金制造的 这些都是在你被造的日子 就预备好了的 你是护卫宝座的 瘦高的基禄伯 我安置你在神的圣山上 你在闪耀如火的宝石中间行走 从你被造的日子起 你的行为都无可指责 直到在你中间有了罪孽为止 以你的贸易昌盛 你中间就充满了强暴的事 你也犯了罪 所以我把你当作污秽之物 从神的山把你抛弃 护卫宝座的基禄伯啊 我要把你从闪耀如火的宝石中除掉 你因自己的美丽心里高傲 又因你的光彩败坏了你的智慧 所以我把你抛在地上 放在猎王面前 好让他们观看 你因罪孽众多 又因贸易上的罪恶 玷污了你的圣索 因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出来 这火要吞灭你 我要在所有观看你的人眼前 把你变为地上的灰烬 万族中认识你的 都必因你惊骇 你必遭遇可怕的灾祸 你就永远不再存在了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面向西顿 所欲言攻击他 你要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西顿啊 我要与你为敌 我要在你中间得荣耀 我在他身上施行审判 彰显我的圣洁的时候 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必使瘟疫进入西顿 食血流在他的街上 必有刀剑四围攻击他 使被杀的人倒在城中 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四围一切恨恶以色列家的人 必不再向他们做刺人的荆棘 使人痛苦的吉利 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把以色列家 从他们所分散到的万族中 招聚回来的时候 我必在他们身上 向列国献为圣 以色列家必在自己的地方 就是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 他们必安然居住 建造房屋 栽种葡萄园 我向思维所有恨恶他们的人 实行审判以后 他们必安然居住 人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以西节书》第29章 第10年10月12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面向埃及王法老 所预言攻击他和埃及全地 你要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埃及王法老啊 我要与你为敌 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海怪 你曾经说过 这河是我的 是我自己造的 但我耶和华必用钩子勾住你的塞甲 使你河中的鱼都紧贴着你的鳞甲 我必把你和你河中所有紧贴着你的鳞甲的鱼 都从你河中拉上来 我必把你和你河中所有的鱼都丢在旷野 你必倒在田间 无人收敛 无人埋葬 我已经把你给了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做食物 埃及所有的居民就都知道我是耶和华 因为你做了以色列家鲁尾的仗 他们用手抓住你的时候 你就断裂,伤了他们的尖头 他们倚靠你,你就折断,扭伤了他们的腰 因此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我必使刀剑攻击你 把人和牲畜都从你那里剪除 埃及地必荒凉废弃 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因为法老曾说 这河是我的,是我自己做的 所以,我必与你和你的河为敌 我必使埃及地从密夺到瑟弗尼 直到古石边界都全然荒凉废弃 人的脚必不经过那里 受的蹄也不经过那里 四十年之久,无人居住 我必使埃及成为荒帝中的荒帝 四十年之久,他的城必成为废城中的废城 我必把埃及人分散到列邦 四散在各地 主耶和华这样说 满了四十年 我必把埃及人从他们所分散到的万族中 召聚回来 我必使埃及、贝鲁的人归回 使他们归回自己根源之地 巴特罗 在那里,他们必成为低威的国 这国必成为列国中最低威的 也必不能再攀到列国之上 我必使他们弱小 以致他们不能再管辖列国 埃及必不再做以色列家的依靠 每逢以色列家转去仰赖埃及人的时候 他们就想起自己的罪孽 这样,他们就知道 我是主耶和华 二十七年正月初一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使他的军兵千辛万苦攻打推罗 以致个人都头突肩破 但是,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所付出的辛劳 并没有从那里得到什么报仇 因此,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我必把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 他把埃及的财富带走 抢其中的财为卤物 夺其中的货为掠物 做他军兵的报仇 我把埃及地赐给他 做辛劳的报仇 因为他们都是为我效力的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到了那天 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伸出来 我也必使你以希结在他们中间开口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以希结书第三十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您要说预言 主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要哀嚎 那一天有祸了 因为那一天临近了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 就是密云的日子 列国受罚的时候 必有刀剑临到埃及 被杀的人倒在埃及的时候 在古时就有痛苦 埃及的财富必被夺去 他的根基必被拆毁 古时人,福人,路德人 所有外族的人 吕比亚人 以及与埃及结盟的人 都必与埃及人一起倒在刀下 耶和华这样说 那些支持埃及的必倾倒 埃及所夸耀的势力必衰落 从密夺到瑟弗尼 他们都必倒在刀下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埃及必成为荒地中的荒地 他的城必成为废城中的废城 我在埃及点起火来的时候 所有帮助埃及的都必灭亡 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那一天 必有使者从我面前乘船出去 使安逸无虑的古时人惊慌 在埃及遭难的日子 必有痛苦临到他们 看哪,这事来到了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必借着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 消灭埃及的财富 他和跟随他的人 就是列国中最强横的人 必被领进来毁灭这地 他们必拔出刀来攻击埃及 使遍地满了被杀的人 我必使江河干涸 把这地卖给恶人 我必借着外族人的手 使这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变成荒凉 我耶和华已经说了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必毁灭偶像 使虚无的神像从罗浮灭绝 必不再有君王从埃及地而出 我也必使惧怕临到埃及地 我必使巴特罗荒凉 也必在索安点起火来 又向罗施行审判 我必把我的烈怒倒在训上 就是埃及的保障 并要剪除挪的重名 我必在埃及点起火来 殉必有大痛苦 挪必被攻破 挪府必终日受难 亚文和比博时的年轻人 都必倒在刀下 这些成的人必被掳去 我在达比利折断埃及重恶的时候 白昼就必变为黑暗 埃及所夸耀的势力 必在其中止息 这城必有密云遮盖 城中的居民必被掳去 我必这样向埃及施行审判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十一年正月初七日 耶和华的话领到我说 人子啊 我折断了埃及王法老的绑地 看哪 没有人把他包扎治疗 没有人用绷带把他缠过 好让他有力量拿起刀来 因此 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与埃及王法老为敌 我必打断他有力的绑臂 和已经折了的绑臂 使刀从他的手中掉下 我必把埃及人分散到列邦 四散在各地 我必使巴比伦王的绑臂有力量 把我的刀交在他手中 我要折断法老的绑臂 使他在巴比伦王面前呻吟 像一个受伤快死的人一样 我必使巴比伦王的绑臂有力量 法老的绑臂却要下垂 我把我的刀交在巴比伦王手里 使他举刀攻击埃及地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必把埃及人分散到列邦 四散在各地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以西解书第31章 十一年三月初一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对埃及王法老和他的终民说 论到你的伟大 谁能与你相比呢? 看哪 亚树曾是黎巴嫩的香薄树 枝条秀美,林颖茂密,树身高大 树顶在茂密的枝叶之上 种水使他长大,深渊使他长高 有江河从深渊流出环绕他栽种之地 又有枝流沿到田间的种树 因此,他树身高大,高过田间的种树 他发望生长的时候,因为水源丰足 所以枝子繁多,枝条长长 空中的飞鸟都在枝上搭窝 田野的走兽都在枝条下生产 所有大国都在他的树印下居住 他树身高大,枝条长长而显得秀美 因为他的根扎在水多的地方 神渊中的香薄树不能与他相比 松树比不上他的枝子,枫树也不及他的枝条 神渊中所有的树木都比不上他的秀美 我使他因枝条繁多而显得秀美 以致在神的圆中,伊甸所有的树木都极度他 因此,主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他树身高大,树顶在茂密的枝叶之上 又因他高大而心交气傲 我就把他交在列国中为首的人手中 他必定对付他 因着他的罪恶,我就把他驱逐出去 必有外族人就是列国中最强暴的 把他砍下丢弃 他的枝叶落在山上和所有的谷中 他的枝子折断,落在地上所有的水沟里 地上的万族都必走离他的印下,把他丢弃 空中的飞鸟都住在倒下的树身上 田野的走兽都握在他的枝条间 好使水旁所有的树木都不会因树身高大而自高 也不会使树顶长到茂密的枝叶上 又使一切有水滋润的树都不会高傲的毅力 因为他们在世人中,与那些下到阴府的人一起 都交于死亡,交于地的深处了 主耶和华这样说 他下阴间的日子 我就因他以悲哀遮盖深渊 阻塞深渊的江河 使大水停留 我要使篱笆嫩为他悲伤 田野所有的树木都因他枯干 我把他扔下阴间 与那些下到阴府的人一起的时候 我就使列国因他坠落的响声而震惊 伊甸所有的树木就是篱笆嫩油水滋润 最佳最美的树都在地的深处得到安慰 这些树与他一同下到阴间 往那些被刀剑所杀的人那里去 他们做过他的绑壁 曾在列国中住在他的印下 在伊甸所有的树木中 有谁的荣美和高大能与你相比呢? 然而,你却要与伊甸的树木一同下到地的深处 你要在没有受割离的人中与被刀剑所杀的人一同坦卧 这树就是法老和他的重名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以西节书》第32章 十二年十二月初一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你要为埃及王法老做一首哀歌 对他说 你像列国中的少壮狮子 又像海中的海怪 你在河中翻腾 用你的爪搅动河水 使江河混浊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必用多国的群众 把我的网撒在你身上 他们必用我的网把你拉上来 我必把你丢弃在地上 抛植在田野 使空中的飞鸟都住在你身上 使地上所有的野兽都吃你而得饱足 我必把你的肉丢在山上 把你高大的尸体填满山谷 我必用你流出的血浇灌地面直到山上 水沟都必充满你的血 我毁灭你的时候 必把天遮壁 使天上的星昏暗 用密云遮盖太阳 月亮也必不发光 我必使天上所有的光体 都在你以上变为昏暗 我必使黑暗笼罩你的地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使你在列国中灭亡的消息 传到你所不认识的列邦的时候 我必使万族的心感到不安 我在他们面前向你挥动刀剑的时候 他们必因你惊骇 他们的君王也必因你非常恐慌 在你庆夫的日子 他们个人都必为自己的性命 时刻占尽 主耶和华这样说 巴比伦王的刀必临到你 我必借着勇士的刀使你的众民倒下 这些勇士都是列国中最强横的人 他们必毁灭埃及所夸耀的 埃及的众民都必消灭 我必从重水的旁边 除灭埃及所有的牲畜 人的脚必不再绞着这些水 牲畜的蹄也不这样做 那时我必使重水澄清 使江河的水像油一样缓流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使埃及地荒凉 使这地失去他所充满的 又击杀其中所有的居民 那时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这就是人为埃及所唱的哀歌 列国的女子必唱着哀歌 她们必为埃及和她的众民唱着哀歌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为埃及的众民哀嚎 要把埃及和强国的女子 与下坑的人一同送到地府那里 你要对埃及说 你比谁更优越呢? 你下去与那些没有受割离的人一起长眠吧 他们必倒在那些被刀所杀的人中间 刀即拔出 埃及和他的众民都要被拉下去 勇士中最强的必在阴间论到埃及和帮助埃及的说 他们已经下来了 他们与没有受割离的就是被刀所杀的人一起长眠 亚树和他的军队都在那里 他们的坟墓在他周围 他们都是被杀死的 是倒在刀下的 他们的坟墓是放在坑中极深之处 亚树的众军都在他坟墓的周围 全是被杀死的 是倒在刀下的 他们曾是惊恐散布在活人之地 以兰也在那里 他的众民都在他坟墓的周围 全是被杀死的 是倒在刀下的 他们没有受割离而下到地府去 他们曾是惊恐散布在活人之地 现在他们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自己的羞辱 在被杀的人中有床为他和他的众民安设 他们的坟墓都在他周围 他们都是没有受割离的 是被刀所杀的 他们曾是惊恐散布在活人之地 现在他们与下坑的人一同担当自己的羞辱 以兰被安置在被杀的人中间 米社、土巴和他们所有的人民都在那里 他们的坟墓都在米社和土巴的周围 他们都是没有受割离的 是被刀所杀的 他们曾是惊恐散布在活人之地 他们不都是与那些没有受割离而倒闭的勇士一起长眠吗? 这些勇士都带着兵器下到阴间 刀剑都放在自己的头下 他们的罪孽是在自己的骨头上 他们曾是惊恐散布在活人之地 法老啊!至于你,你必在没有受割离的人中被毁灭 与那些被刀所杀的人一起长眠 以东也在那里 以东的众王和所有首领虽然英勇 还是与被刀所杀的人列在一起 他们必与没有受割离而下坑的人一起长眠 在那里有北方的众首领和所有西顿人 他们都与被杀死的人一同下去 他们虽然英勇、使人惊恐 还是蒙受了羞辱 他们没有受割离而与那些被刀所杀的人一起长眠 与那些下坑的人一同担当羞辱 法老看见他们,就必为被刀所杀的众民 就是法老自己和他的全军得了安慰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虽然我认凭法老是惊恐散布在活人之地 他和他的众民必在没有受割离的人中 与被刀所杀的人一起长眠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以西节书第三十三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你要告诉你本国的人说 我使刀剑临到一地 那地的人民从他们中间选出一个人 做他们的守望者 这人见刀剑临到那地 就吹响号角警告众人 凡听见号角声而不接受警告的 刀剑若来把他除灭 他的罪就要归到自己的头上 他既然听见号角声而不接受警告 所以他的罪要归到自己的身上 他若接受警告就可以救回自己的性命了 但是那守望的人若见刀剑临到 却不吹响号角 以致人民没有受到警告 刀剑来把他们中间的一个人除灭 那人虽然因自己的罪孽被除灭 我却要因他的死追究守望的人 人子啊!我立了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 所以你要聆听我口中的话 替我警告他们 如果我对恶人说 恶人啊!你必定死亡 你以希节却不出声警告恶人离开他所行的 这恶人就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 我却要因他的死追究你 如果你警告恶人 叫他离开他所行的 他仍不转离 他就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 你却救了自己的性命 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 你们这样说 我们的过犯和罪恶常在我们身上 我们必因此衰弱而死 怎能存活呢? 你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这样宣告 我指着我的永生气势 我绝不喜悦恶人死亡 却喜悦恶人离开他所行的得以存活 以色列家 回转吧!离开你们所行的 何必死亡呢? 人子啊!你要对你本国的人说 义人的义在他犯罪的日子不能救他 恶人的恶在他离开恶行的日子也不会绊倒他 义人在他犯罪的日子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 我虽然对义人说他必定生存 但是他若试着自己的义而行恶 他的一切义都必不被纪念 他必因所行的恶死亡 我虽然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 但是他若离开他的罪行公平和政治的事 把抵押归还 把抢夺人的物件偿还 遵行此生命的律例 不作恶事他就必存活 不致死亡 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 他行了公平和政治的事就必存活 你本国的人还说 主所行的不公平 其实他们所行的才是不公平 义人若离开他的义去行恶事 他就必因此死亡 恶人若离开他的恶去行公平和政治的事 他就必因此存活 你们还说 主所行的不公平 以色列家 我必照着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 在我们被掳以后的第十二年十月初五日 有人从伊路撒冷逃到我这里来说 城已经被攻陷了 那人来到了前一天晚上 耶和华的手按在我身上 开了我的口 到了早晨 那人来到我这里 我的口已经开了 不再做哑巴 耶和华的话 领导我说 人子啊 那些住在以色列地废墟里的人常说 亚伯拉罕一个人就得了这地为业 我们人数众多 这地更应该给我们为业 因此 你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吃带血的忌肉 举目仰望你们的偶像 并且流人的血 你们还可以得这地为业吗? 你们倚仗自己的刀剑 行可憎恶的事 人人玷污临舍的妻子 你们还可以得这地为业吗? 你要对他们这样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事 那些在废墟里的 必倒在刀下 在田间的 我必交给野兽吞吃 在堡垒和山洞里的 必因瘟疫而死 我必使这地非常荒凉 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必止息 以色列的山都必荒凉 无人经过 我必因他们所行一切可憎恶的事 使这地非常荒凉 那时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人子啊 你本国的人在城墙旁边和各家的门口正在谈论你 他们彼此说 来吧 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那里出来 他们成群来到你那里 坐在你面前 像是我的子民一样 其实 他们听了你的话 却不去行 他们只是用口表示爱慕 他们的心却是追随不义之才 在他们眼中 你不过是首情歌 唱得美妙 弹得悦耳 他们听了你的话 却不去行 看哪 这事必定应验 到那时候 他们就知道 在他们中间有先知了 以西节书第34章 耶和华的话 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说预言攻击以色列众牧者 你要对他们说预言 主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众牧者有货了 他们只顾牧养自己 牧者 岂不应当牧养羊群吗 你们吃枝油 穿羊毛 宰肥状的羊 却不牧养羊群 瘦弱的 你们没有养状 患病的 你们没有医治 受伤的 你们没有包扎 被赶散的 你们没有领回 迷失的 你们没有寻找 你们反而用强暴严严地管辖他们 他们没有牧人就分散了 做了田野一切走兽的食物 我的羊在种山和各高岗上流离 他们分散在全地上 没有人去寻也没有人去找 因此 你们这些做牧者的 要听耶和华的话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的羊因没有牧人就成了猎物 做了田野一切走兽的食物 我的种牧者不寻找我的羊 他们只顾牧养自己 却不牧养我的羊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因此 你们这些做牧者的 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要与众牧者为敌 我必向他们追讨我的羊 使他们不再牧养羊群 也不再牧养自己 我必救我的羊脱离他们的口 不再做他们的食物 因为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必亲自寻觅我的羊 把他们找出来 牧人在他的羊群四散的时候 怎样寻找他的羊 我也必照样寻找我的羊 这些羊在密云幽暗的日子四散到各处 我要把他们从那里救回来 我必把他们从万族中领出来 从列邦中聚集他们 令他们归回故土 我必在以色列的群山上 在种溪水旁 在国内一切居住的地方 牧养他们 我必在美好的草场上牧养他们 以色列的高山 必做牧放他们的地方 在那里 他们必躺卧在美好的牧场上 他们必在以色列群山肥美的草场上吃草 我必亲自牧养我的羊 亲自使他们躺卧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迷失的 我必寻找 被赶散的 我必领回 受伤的 我必包扎 患病的 我必养壮 肥壮的 我却要除灭 我也必按着公正牧养他们 我的羊啊 论到你们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要在羊与羊之间 在公棉羊与公山羊之间施行审判 你们在美好的草场上吃草 还不知足吗? 剩下的草 你们尽用脚践踏 你们喝了清水 剩下的 你们尽用脚脚拙 我的羊 就只能吃你们用脚践踏过的 喝你们用脚 脚拙了的 因此 主耶和华对他们这样说 看哪 我必亲自在肥羊与受羊之间施行审判 因为你们用腰、用肩、拥挤所有瘦弱的 又用脚抵触他们 直到把他们驱散到外面 所以我必拯救我的羊 使他们不再做猎物 我要在羊与羊之间施行审判 我必立一个牧人 就是我的仆人大卫 看管他们 牧养他们 他必牧养他们 做他们的牧人 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 我的仆人大卫 要在他们中间做领袖 我耶和华已经说了 我必与他们立平安的约 使恶兽从境内灭绝 他们就可以在旷野安居 在树林中躺卧 我必使他们和我的山四围都蒙福 我必按时降雨 这就是赐福的雨 田椅的树木必结果子 地也必有出产 他们必在自己的土地上安居 我打断他们所付的恶 就他们脱离奴役者的手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他们必不再做列国的猎物 地上的野兽也不再吞吃他们 他们必安然居住 没有人惊吓他们 我必给他们兴起一个 以种植文明的地方 使他们在境内不再被饥荒消灭 也不再担当列国的羞辱 那时他们就知道 我耶和华他们的神与他们同在 并且知道他们以色列家是我的子民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是我的羊 是我草场上的羊 我是你们的神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以西节书第35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面向西尔山 说预言攻击他 对他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西尔山啊 我要与你为敌 身受攻击你 使你非常荒凉 我要使你的城市变为废墟 你必然荒凉 那时你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因为你永远怀恨 在以色列人遭遇患难 刑罚到了顶点的时候 你把他们叫在刀剑之下 所以 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必使你遭受流血的报应 这血必追赶你 你既不恨物流人的血 这血必追赶你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使西尔山非常荒凉 我必从那里剪除来往的人 我必使西尔的重山布满了被杀的人 被刀剑所杀的人 必倒在你的小山、山谷和所有的西剑中 我必使你永远荒凉 你的城市必没有人居住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因为你曾说 这两国、这两帮都必归我 我必得他们为业 但其实耶和华还是在那里 所以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 我必照着你因仇恨而向他们所发的愤怒和嫉妒对待你 我审判你的时候 必把自己显明在他们中间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这样你就必知道我耶和华听见了你的一切毁谤 就是你攻击以色列重山的话 说 这些山都已经荒凉了 已经给我们吞吃了 你们用口说夸大的话攻击我 说出许多话来与我作对 我都听见了 主耶和华这样说 全地都欢乐的时候 我却要使你荒凉 你怎样因以色列家的产业荒凉而欢乐 我也必照样待你 西尔山啊 你和以东全地都必荒凉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以西结书第36章 人子啊 你要向以色列的重山说预言 以色列的重山啊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仇敌攻击你们说 哈哈 那悠久的山岗都归给我们为业了 所以你要说预言 主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敌人使你们荒凉 四为践踏你们 好使你们归给列国中余圣的人为业 成为人们提说和嘲笑的对象 因此 以色列的重山啊 你们要听主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对大山 小岗 西建 山谷 荒凉的废墟 被弃的城 就是曾被四为列国中余圣的人所劫掠 所讥笑的 这样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在渡火中说话攻击列国中余圣的人和以东众人 因为他们全心欢喜满怀恨物 把我的地归给自己为业 好占有他为略物 因此 你要向以色列帝说预言 对大山、小岗、西建和山谷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在嫉妒和列弩中说话 因为你们担当了列国的羞辱 所以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举手起誓说 你们四为的列国必亲自担当自己的羞辱 以色列的重山啊 你们必长出枝条 为我的子民以色列结出果子 因为他们快要回来了 看哪 我是帮助你们的 我必转向你们 使人可以在你们上面耕种和撒种 我要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们上面增多 城市有人居住 废墟可以重建 我必使人和牲畜都在你们上面增多 他们必繁殖增多 我必使你们有人居住 像从前一样 并要使你们比先前更蒙福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我必使人就是我的子民以色列在你上面行走 他们必得你为业 你必做他们的产业 也不再使他们丧失子女 主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人对你说 你是吞吃人的 又是使你的国民丧失子女的 所以 你必不再吞吃人 也必不再使你的国民丧失子女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使你不再听见列国的羞辱 你必不再受万族的辱骂 也不再使你的国民跌倒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以色列家住在他们本土的时候 他们的所作所为玷污了那地 他们所行的在我面前 就像在旌旗中的妇人那样污秽 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 又因他们以自己可憎的像玷污那地 就把我的烈怒倒在他们身上 我使他们分散在列邦 四散在各地 我按着他们的所作所为审判他们 他们到了所去的列邦那里 我的圣名就被亵渎 因为人总是谈论他们说 这些是耶和华的子民 他们却要从耶和华的地出来 我却顾惜我的圣名 就是以色列家在他们所去的列邦那里所亵渎的 因此 你要对以色列家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家 我做这事不是为了你们 而是为了我自己的圣名 就是在你们所去的列邦那里所亵渎的 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 这名在列邦中已经被亵渎了 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 我在你们身上向他们显为圣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从列国中领你们出来 从万邦中聚集你们 把你们带回故土 我必用洁净的水洒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洁净了 我必洁净你们的一切污秽 使你们远离所有可赠的像 我必把心心赐给你们 把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我必从你们的肉体中除去食心 把肉心赐给你们 我必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遵行我的律例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你们要住在我赐给你们列祖的地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你们的神 我必拯救你们 脱离你们的一切污秽 我必叫五谷丰收 不使你们遇见饥荒 我必使树木的果子和田地的出产增多 好使你们在列国中 不再因饥荒而遭受耻辱 那时 你们必想起你们的恶行和不好的作为 就必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恶的事 厌恶自己 你们要知道 我这样行 不是为了你们的缘故 以色列家 你们要因自己的行为爆亏蒙羞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洁净你们 使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日子 我必使城市有人居住 废墟可以重建 从前所有路过的人都看为荒凉之地 现在却必再可以耕种 他们必说 先前这荒凉之地 现在竟像伊甸园一样 这些废弃荒凉毁坏了的城市 现在却成了坚固城 有人居住了 那时 在你们四为所余生的列国 就必知道 我是耶和华 是我重建了那些毁坏的地方 栽植了那些荒凉之地 我耶和华说了 就必实行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还要让以色列家 求我为他们增加人数 多如羊群 守节的时候 在耶路撒冷做寄生的羊群是怎样多 那些荒废了的城市 也必照样满了人群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以西节书第37章 耶和华的手按在我身上 耶和华借着他的铃 领我出去 把我放在平原上 这平原布满了骸骨 他带我在骸骨的四围经过 我看见平原上面有很多骸骨 都非常枯干 他问我 人子啊 这些骸骨能活过来吗? 我回答 主耶和华 唯有你才知道 他又对我说 你要向这些骸骨说预言 对他们说 枯干的骸骨啊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这样说 看哪 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 你们就活过来了 我必使你们生筋长肉 给你们包上皮 又把气息放入你们里面 你们必活过来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 我正在说预言的时候 就听见有响声 骨头与骨头互相结合起来 隔隔作响 我观看 见海骨生了筋 长了肉 又有皮包在上面 只是他们里面还没有气息 他对我说 你要向气息说预言 人子啊 你要说预言 你要向气息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气息啊 你要从四方而来 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 是他们活过来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 气息就进入海骨里面 海骨就活过来 并且站起成了一支极大的军队 他对我说 人子啊 这些海骨就是以色列全家 他们常说 我们的海骨枯干了 我们的盼望消失了 我们都灭亡了 因此 你要说预言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的子民啊 我要打开你们的坟墓 把你们从坟墓中领上来 带你们回以色列地区 我的子民啊 我打开你们的坟墓 把你们从坟墓中领上来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要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你们就活过来 我要把你们安顿在你们的土地上 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说了 就必实行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的话又连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拿一根木杖 在上面写 使他们在你手里成为一根 如果你本国的人民问你 你不告诉我们这些木杖是什么意思吗 你就要回答他们 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要拿约瑟和与他一起的以色列众支派的木杖 就是在以法莲手里的跟犹大的木杖连接在一起 使他们在我手里成为一根 你写上了字的那两根木杖 要在他们眼前握在手里 你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我要把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列国中领出来 又从四围聚集他们 把他们领回故土 我要使他们在那地上 在以色列的众山上 成为一国 必有一王统治他们众人 他们不再是两个国 不再分为两个邦 他们必不再因自己的偶像和可赠的像 以及一切过犯而玷污自己 我必拯救他们脱离一切被盗的罪 我必洁净他们 他们就必做我的子民 我必做他们的神 我的仆人大卫 必做他们的王 他们众人只有一个牧者 他们必遵行我的典章 谨守实行我的律例 他们必住在我所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 就是你们列祖所住的地 他们和他们的子孙 以及子孙的子孙 都必永远住在那里 我的仆人大卫 必永远做他们的领袖 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 是一个永远的约 我必坚立他们 使他们人数增多 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 直到永远 我的居所必在他们当中 我要做他们的神 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的圣所 必永远在他们中间 列国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是我使以色列成圣的 以西结书 第38章 主耶和华这样说 罗斯、米社和土霸的首领 我要与你为敌 我必使你转过来 用钩子勾住你的腮夹 把你和你的全军 马匹和骑兵都领出来 他们都穿着全副军装 成为大队人马 配备大小盾牌 个人紧握刀剑 还有波斯人、古时人和福人 与他们在一起 个人都配备盾牌和头盔 又有戈灭人和他们的全军 北方极处的陀加马族和他们的全军 这许多民族都与你在一起 你要准备好 你和那聚集到你那里的各队都要准备好 你要做他们的大帅 过了许多日子 你必被征典出战 在以后的年间 你必来攻击那脱离刀剑的地 就是那从列邦聚集回来的人所住的地 你必来攻击以色列这些久已荒凉的山 他们是从万族中领出来的 都在那里安然居住 你和你的军队 以及与你在一起的许多民族 都必向暴风上来 向密云遮盖那地 主耶和华这样说 到那日 你心中必起意念 图谋恶迹 说 我要上去攻击那些没有城墙的乡村 我要来攻击那些生活平静的人 他们都安然居住 没有城墙 没有门栓 你要抢夺财物 掳掠货物 身手攻击那些从前荒废 现在有人居住的地方 攻击那些从列邦招聚出来 得了牲畜财物 又住在世界中心的人民 士巴人 抵诞人 和他师各城镇的商人都必问你 你来是要抢夺财物吗? 你聚集军队是要掳掠货物吗? 是要搬走金银 掳去牲畜财物吗? 是要大肆抢掠吗? 因此 人子啊 你要对哥哥说预言 主耶和华这样说 到那日 我的子民以色列 安然居住的时候 你岂不会留意吗? 你必从你的地方 从北方的极处 与许多民族一起而来 都骑着马 成为一大队强盛的军兵 你必上来攻击我的子民以色列 像密云遮盖那地一样 哥哥啊 在以后的日子 我必领你来攻击我的地 好叫列国在我借着你 向他们显为圣的时候 能认识我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从前借着我的众仆人 以色列的先知所说的 岂不是你吗? 在那些年间 他们曾预言 我必领你来攻击以色列人 哥哥来攻击以色列地的日子 我的怒气 必从我的鼻孔中发出来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在《渡恨和怒火》之中说 到那日 以色列地必有大地震 海里的鱼 空中的飞鸟 田野的走兽 在地上爬行的各种动物 以及地上的众人 都要在我面前震动 众山必崩裂 悬崖必塌陷 所有的墙员都必倒在地上 我必呼唤刀剑在我的众山上攻击哥哥 个人的刀剑 必攻击自己的兄弟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用瘟疫和血腥惩罚他 我必把暴雨、大冰雹、火和硫磺降在他和他的军队 以及与他在一起的许多民族身上 我必显为大、显为盛 在列国的人眼前显现自己 这样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以西节书第39章 人子啊 你要向哥哥说预言 主耶和华这样说 罗斯、米社和土巴的首领哥哥啊 我要与你为敌 我要使你转过来 带你从北方的急处上来 领你去攻击以色列的众山 然后,我要挤落你左手的弓 打落你右手的剑 你必倒在以色列的众山之上 你所有的军队和跟你在一起的万族都必这样 我要把你给各种食肉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做食物 你必倒在田野 因为我已经说过了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降火在马克和安居在沿海地带的人身上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我要在我子民以色列中彰显我的圣名 我必不再让我的圣名被亵渎 这样 列国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是以色列中的圣者 看哪 那日子临近了 事情必定应验 这就是我所说过的那一天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那时 以色列各城的居民必出来 把武器当柴焚烧 就是大小的盾牌、弓、箭、枪和锚 都当柴焚烧 足有七年的时间 他们不必从田野捡柴 也不必从树林里伐木 因为他们必把武器当柴烧 他们必抢劫那些曾抢劫他们的人 掠夺那些掠夺他们的人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到那日 我必在以色列给哥格一块坟地 就是那些朝东往死海去的人所经过的谷 这坟地使过路之人无法通过 因为那里埋葬了哥格和他的重军 因此 那地必称为哈门哥格谷 以色列家要用七个月的时间去埋葬他们 为要洁净那地 那地所有的人民都必埋葬他们 这是我得荣耀的日子 以色列人也必因此得享美名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他们必分派人经常变形那地 与过路的人一起埋葬那些还留在地面上的尸体 为要洁净那地 过了七个月 他们还要继续搜索 他们变形那地 见有人的海骨就在旁边立个标记 等埋葬的人来把海骨葬在哈门哥格谷 那里也有一座城名叫哈摩纳 他们必这样洁净那地 人子啊!主耶和华这样说 您要对各类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说 你们集合起来 从四围聚集来吃我为你们所预备的祭肉 以色列种山上要献大祭 好叫你们吃肉喝血 你们要吃永世的肉 喝那地众领袖的血 就如吃公棉羊、羊羔、公山羊和公牛 全部都是巴山的肥处 你们吃我为你们所预备的祭 必吃饱之油、喝醉了血 你们必在我的沿袭上吃饱马匹、寄兵、勇士和所有的战士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在列国中彰显我的荣耀 万邦必看见我施行的审判 和我夹在他们身上的手 这样从那日起 以色列家就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列国也必知道以色列家是因自己的罪孽被掳去 他们对我不忠 所以我颜面不顾他们 把他们交在敌人手中 他们就都倒在刀下 我是照着他们的污秽和过犯对待他们 并且颜面不顾他们 因此 主耶和华这样说 现在我要使雅各贝鲁的归回 我要怜悯以色列全家 又为我的圣民大发热心 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安然居住 无人惊吓的时候 就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和向我所犯一切不忠的罪 我把他们从万族中领回来 从仇敌之地召回来的时候 我避在他们身上向列国显为圣 我使他们被掳到列国去 后来又聚集他们到自己的土地 连一个也不再留在列国那里 这样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 我也不再颜面不顾他们 因为我已经把我的灵浇灌在以色列家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以西节书第四十章 我们被掳后第二十五年 耶路撒冷城被公信后第十四年的年初 那月的初十日 耶和华的手按在我身上 他把我带到那里去 在神的意象中 他带我到以色列地 把我安置在一座很高的山上 在山上的南面 有好像是一座城的建筑物 他把我带到那里 我见有一个人 他看来像铜 手里拿着麻绳和测量杆 站在门口 那人对我说 人子啊 我所要指示你的 你都要用眼看 用耳听 并要放在心上 因为我带你到这里来 为的是要指示你 你所看见的 你都要告诉以色列家 我见店四围有墙 那人手里的测量杆长三公尺 他量了那建筑物 墙厚三公尺高三公尺 他到了朝东的门 上了门的台阶 量度门槛厚三公尺 又量另一个门槛厚三公尺 又有守卫室长三公尺宽三公尺 守卫室与守卫室之间相隔两公尺半 朝向殿内 在门廊旁边的门槛厚三公尺 他又量朝向殿内的门廊 门廊升四公尺 墙柱厚一公尺 门廊是朝向殿内的 东门的守卫是 这边有三间 那边有三间 三间都是一样的长宽 两边的墙柱都是一样的厚 他量了东门 入口宽五公尺 通道宽六公尺半 每个守卫室前面都有矮墙 高五十公分 两边守卫室都是一样 守卫室长三公尺 两边都是一样 他量了东门 从这边房顶到那边房顶 就是从这边守卫室后面的门 到那边守卫室后面的门 宽十二公尺半 又沿着里面各墙柱两度 直到朝向院子的墙柱 共长三十公尺 从东门前面的入口到后面的门廊 共二十五公尺 守卫室和东门里面周围的墙柱 以及门廊都有小窗 里面周围都有小窗 墙柱上还刻有棕树 他带我到了外院 我建有些房子 院子周围有铺石地 铺石地上有三十间房子 铺石地在各大门的旁边 比门矮一点 宽度与门的长度相同 他从下面的大门量到内院的外墙 共宽五十公尺 东面、北面都是一样 他又量了外院朝北大门的长度和宽度 里面的守卫是这边有三间 那边有三间 墙柱和门廊的尺寸都与东门的一样 北门全长二十五公尺 宽十二公尺半 他的窗子、门廊和雕刻的棕树 都与东门一样 人要登七级台阶才到这门 前面尽头是门廊 内院有门与这门相对 北面、东面都是一样 他从这门量到那门 共有五十公尺 他领我向南走 我就看见朝南的门 他量了墙柱和门廊 大小与先前的一样 门的里面和门廊周围都有窗子 与先前的窗子一样 南门全长二十五公尺 宽十二公尺半 人要登七级台阶才到这门 前面尽头是门廊 墙柱上两边都刻有棕树 内院南面也有门 他从这门量到南门 共有五十公尺 他领我从内院的南门进到内院 量了这门 大小与先前的一样 首位是墙柱和门廊的尺寸 都与先前的一样 门的里面和门廊周围都有窗子 这门全长二十五公尺 宽十二公尺半 门廊朝向外院 墙柱可有棕树 台阶共有八级 他领我到内院的东门 他量了那门 大小与先前的一样 首位是墙柱和门廊的尺寸 都与先前的一样 门的里面和门廊的周围都有窗子 这门全长二十五公尺 宽十二公尺半 门廊朝着外院 墙柱上两边都可有棕树 台阶共有八级 他领我到内院的北门 量了那门 大小与先前的一样 首位是墙柱和门廊都是一样 门的里面周围都有窗户 这门全长二十五公尺 宽十二公尺半 门廊朝向外院 墙柱上两边都柯有棕树 台阶共有八级 在各门的墙柱旁边 都有一间有门的房子 那里是洗凡济生的地方 在门廊里 这边有两张桌子 那边也有两张桌子 在上面可以宰杀凡济生 赎罪济生和赎千济生 在北门入口的台阶那里 朝向外面的一边有两张桌子 朝向门廊的另一边也有两张桌子 在大门两边 这边有四张桌子 那边也有四张桌子 共有八张 供宰杀济生之用 另有四张桌子供凡济使用 是用早好的石头做的 长七十五公分 宽七十五公分 高五十公分 在沙凡济生和其他济生 所用的器皿是放在那里的 周围的墙上定有钩子 各长七公分半 桌子上放有献祭的肉 内院的门外有两间房子 一间在北门旁边朝向南面 一间在南门旁边朝向北面 他对我说 这间朝向南面的房子 是给那些负责圣殿执事的祭司使用的 那间朝向北面的房子 是给那些负责祭坛执事的祭司使用的 这些祭司都是撒都的子孙 在立位人中 只有他们可以进前来侍奉耶和华 他又量了内院 长五十公尺 宽五十公尺 是正方形的 祭坛就在殿的前面 他领我到圣殿的门廊 量了门廊的墙柱 这边厚两公尺半 那边厚两公尺半 门口宽七公尺 门的内墙 这边一公尺半 那边一公尺半 门廊宽十公尺 深六公尺 人要登台阶 才上到门廊 墙柱旁边有柱子 这边一根 那边一根 以西结书第四十一章 他领我到外殿 量了墙柱 这边厚三公尺 那边厚三公尺 宽窄与会幕相同 外殿的入口宽五公尺 门的两边内墙 这边两公尺半 那边两公尺半 他量了外殿 长二十公尺 宽十公尺 他进了内殿 量了门口的墙柱 各厚一公尺 入口宽三公尺 门的内墙 各宽三公尺半 他量了内殿 长十公尺 宽十公尺 贴着外殿 他对我说 这是至圣所 他又量了圣殿的墙 厚三公尺 殿的周围有多间厢房 各宽两公尺 厢房共有三层 一层叠在一层之上 每层有三十间 垫墙的周围有墙坎子 支撑着厢房 免得厢房的梁木 嵌入垫墙 这些围绕着 垫的厢房越高越宽 垫四围的内墙 一级比一级薄 所以厢房越上越宽 有楼梯从下层 经过中层上到上层 我又看见一个高台围绕着殿 作为厢房的根基 抬高三公尺 厢房的外墙厚两公尺半 圣殿的厢房 与祭司的房子之间有空地 绕着殿的四周 宽十公尺 厢房有门通向空地 一门向北一门向南 厢房与空地之间相隔两公尺半 周围都是一样 在西边有一座朝向殿院空地的房子 深三十五公尺 长四十五公尺 屋子四周的墙 厚两公尺半 他量了圣殿 长五十公尺 又量了殿院的空地 那屋子和他的墙 共长五十公尺 在东面 圣殿前面的空地 宽五十公尺 他量了殿院空地后面的屋子 连同屋子两边的走廊 共长五十公尺 外殿 内殿 朝向内院的门廊 门槛 小窗和对着门槛的三层走廊 周围都向上木板 从地面直到窗口 窗户都是遮蔽的 在内殿门口上面的外墙 以及内殿和外殿周围的墙上 按着尺寸 都刻上 基禄帛和棕树 基禄帛和棕树相间并排 每个基禄帛都有两个脸孔 这边有人的脸向着棕树 那边有狮子的脸向着棕树 全殿周围的雕刻都是这样 外殿的墙 从地面直到门口上面 都刻有基禄帛和棕树 外殿的门框是正方形的 在至圣所前面的门框也是一样 祭坛是木座的 高一公尺半、长一公尺 坛角和坛的四边 全都是木座的 他对我说 这是摆在耶和华面前的桌子 外殿和至圣所各有一个门 每个门分两扇 每扇门分为两叶 可以折叠 在外殿的门扇上 刻有基禄帛和棕树 像那些刻在墙上的一样 在外边门朗前面 有木座的飞檐 门朗两边都有小窗和棕树 殿的厢房也有飞檐 以西结书第四十二章 他领我出来向着北面的外院去 带我到了祭司的房子 这些房子一排对着店院的空地 一排对着北面的建筑物 房子共长五十公尺 宽二十五公尺 有朝北的门 这些房子一排对着内院十公尺宽的空地 一排对着外院的铺石地 在三层楼上 都有走廊对着走廊 房子前面有一条夹道 宽五公尺 长五十公尺 房子的门都朝向北面 上层的房子最窄 因为上层的走廊所占的地方 比下层和中层的为多 第三层房子没有柱子 不像外院的房子有柱子 因此上层比下层和中层较窄 在外面有一道墙 在房子的前面 与房子和外院平行 长二十五公尺 朝着外院的房子长二十五公尺 朝着圣殿的房子长五十公尺 下层的房子在东面有一个入口 人从外院进入房子里 在南面沿着内院的墙也有房子 一排对着店院的空地 一排对着南面的建筑物 这些房子前面有一条夹道 跟北面的一样 长宽相同 出口之处也与北面的一样 南边的房子的门也与北面的一样 在东面夹道的开端 与墙相对的地方 有门可以进入 他对我说 在南北两面朝着店院空地的房子 都是圣洁的房子 亲近耶和华的祭司们 要在那里吃至圣之物 也要在那里存放至圣之物 就是宿祭、赎罪祭和赎千祭的祭物 因为那地方是圣的 祭司进了去 不可从圣所出来到外院去 他们要在房子里 放下供值时所穿的衣服 因为那些衣服是圣的 他们要穿上别的衣服 才可以到民众的地方 他量了内院 就领我出朝东的门 又量了整个店的周围 他用测量杆量了东面 按着测量杆计算 共长250公尺 他又量了北面 按着测量杆计算 共长250公尺 他又量了南面 按着测量杆计算 共长250公尺 他又转去量了西面 按着测量杆计算 共长250公尺 这样他量了四面 圣殿长250公尺 宽250公尺 四围都有墙 我要分开圣地和俗地 以西节书第43章 以后他领我到朝东的门去 看哪 以色列神的荣耀从东面而来 他的声音好像洪水的声音 大地因他的荣耀而发光 我所见的异象 好像我在他来毁灭那城的时候 所见的异象一样 又像我在加巴鲁河边所见的异象一般 我就俯伏在地上 耶和华的荣耀从朝东的门进入殿中 灵把我提起来 灵我进了内院 我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了殿 那人站在我旁边的时候 我听见主从殿中对我说话 他对我说 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 是我脚掌所踏之地 我要住在那里 在以色列人中间 直到永远 以色列家和他们的诸王 都必不在意他们的淫乱和诸王在秋坛上的石碑 玷污我的圣名 他们的门槛靠近我的门槛 他们的门框靠近我的门框 我与他们只有一墙之隔的时候 他们以自己所行的可赠之事 玷污了我的圣名 所以,我在怒气中灭绝他们 现在,他们要从我面前处去淫乱和他们诸王的石碑 我就住在他们中间 直到永远 人子啊!你要把这殿只是以色列家 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而羞愧 又要他们量度殿的尺寸 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羞愧 你就要把殿的设计、结构、出入之处 以及一切设计、规条、礼仪、法则 都指示他们 在他们眼前写下来 使他们遵着殿的一切设计和规条去做 殿的法则是这样 殿在山顶上周围的界限都是制胜的 这就是殿的法则 祭坛的尺寸是 底座高五十公分 边缘宽五十公分 四围另有边高二十五公分 这是祭坛的座 从底座到下层的台座 高一公尺 边缘宽五十公分 从小台座到大台座 高二公尺 边缘五十公分 祭坛的贡台高二公尺 从贡台向上突出四个角 贡台长六公尺 宽六公尺 四面见方 大台座长七公尺 宽七公尺 四面见方 四围有边高二十五公分 底座四围的边缘宽五十公分 另有台阶朝向东面 他对我说 人子啊 主耶和华这样说 祭坛的规条是这样 做成了祭坛在上面献凡祭 早上写的时候 你要把一头公牛犊 给那些亲近我 侍奉我的祭司立位人做赎罪祭 他们是撒都的后裔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你要取些公牛犊的血 抹在祭坛的四角和台座的四角 以及四围那些突起的边上 你这样洁净祭坛 祭坛就洁净了 你又要把那座赎罪祭的公牛犊烧在圣所外面 在圣殿指定的地方 第二天 你要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山羊做赎罪祭 我要洁净祭坛 像用公牛犊洁洁净祭坛一样 你洁净了祭坛之后 就要献一头没有残疾的公牛犊烧 和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 你要在耶和华面前把他们献上 祭司们要把盐撒在他们身上 做凡祭献给耶和华 一连七天 每天你都要预备一头公山羊为赎罪祭 也要预备一头公牛犊烧 和羊群中的一只公绵羊 都要没有残疾的 一连七天 祭司们都要洁净祭坛 祭坛就洁净了 这样 他们就把祭坛分别为圣了 满了七天 从第八天起 祭司们要在祭坛上献你们的烦祭和平安祭 我那时必悦纳你们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以西节书》第四十四章 他要领我回到圣所朝东的外门 这门关闭着 耶和华对我说 这门必须关闭 不可打开 任何人也不得从那里进入 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从那里进入 所以这门必须关闭 只有君王可以坐在里面 在耶和华面前吃饼 他必须从门廊进入 也必须从原路出来 他又领我经过北门来到殿前 我观看 见耶和华的荣耀充满耶和华的殿 我就脸浮在地 耶和华对我说 人子啊 我所告诉你 耶和华殿的一切规条和法则 你都要留心 用眼看 用耳听 并要留心圣殿的入口和圣所的所有出口 你要对悖逆的以色列家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家 你们所行一切可赠的事该够了吧 你们除了行这一切可赠的事之外 还在你们把脂肪和血献给我做食物的时候 把身心都未受割礼的外族人带进我的圣所 玷污了我的殿 违背了我的约 你们自己没有看守我的圣物 却委派别人在我的圣所里带你们看守 主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人中一切身心都未受割礼的外族人 都不可进入我的圣所 以色列人走迷了路的时候 有立位人远离我 走迷了路 他们离开我去随从他们的偶像 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 他们要在我的圣所做仆役 看管殿门 在圣殿中供职 他们要为人民 再杀凡祭生和其他祭生 又要站在人民面前伺候他们 因为,这些立位人 曾在他们的偶像前伺候着人民 成了现以色列家在罪孽中的绊脚石 因此 我向他们举手启示 他们必要担当自己的罪孽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他们不可亲近我 做我的祭司 也不可亲近我的一切圣物或至圣之物 他们必要担当自己的羞辱 和他们所行可赠之事的报应 然而 我要委派他们看守圣殿 办理圣殿的一切事物 做一切当作的工 以色列人走迷了路 离开我的时候 有祭司立位人 就是撒都的子孙 仍然看守我的圣所 只有他们可以亲近我 侍奉我 私立在我面前 把脂肪和血献给我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他们可以进入我的圣所 可以走近我的桌前来侍奉我 守我所吩咐的职责 每逢他们进入内院的门 必须穿上细麻衣 每逢他们在内院的门和圣殿里供职 他们不可穿上羊毛的衣服 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的头巾 腰间要穿细麻布的裤子 不可穿上使身体容易出汗的衣服 每逢他们出到外院民众那里 就要把供职的衣服脱下 存放在圣殿的房子里 然后穿上别的衣服 免得因自己的圣衣使人民成圣 他们不可剃头 也不可留长头发 只可剪短头发 所有祭司进入内院的时候 都不可喝酒 他们不可娶寡妇或被修的妇人 只可娶以色列后裔中的处女 或是祭司留下的寡妇 他们要教导我的子民分别圣俗 使他们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 他们要在征颂的事上做判断 要按着我的典章判断 他们要在我所有的节旗里 谨守我的律法和条例 守我的安息日为圣日 他们不可接近死人 玷污自己 但如果死人是他们的父亲 母亲 儿子女儿 兄弟或是未嫁的姐妹 他们就可以玷污自己 祭司洁净以后 还要再等七天 他进入内院到圣所去 在圣所供职的时候 他要献上赎罪祭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祭司必有产业 我就是他们的产业 你们不可在以色列中给他们基业 我就是他们的基业 宿祭 赎罪祭和赎千祭 他们都可以吃 以色列中所有献给耶和华之物 都要归给他们 所有出手之物中最好的 和你们献上的一切贡物 都要归给祭司 你们也要把最先磨好的面给祭司 好让福气临到你的家 无论是飞鸟或是走兽 凡是自然死的或是被撕裂的 祭司都不可吃 以西结书第45章 你们抽签分地为业的时候 要献上一份给耶和华做圣区 长十二公里半 宽十公里 整个地区都是圣的 其中要有一块作为圣所之地 长二百五十公尺 宽二百五十公尺 四面见方 周围再有二十五公尺做空地 你们要从所量的圣区量出一块地来 长十二公里半 宽五公里 其中要有圣所 是至圣的地方 这是整个地区中的一块圣地 要归给那些在圣所里供职 亲近侍奉耶和华的祭司 做他们房屋之地和圣所之圣地 其余的一块地 长十二公里半 宽五公里 要归给在圣殿里供职的立位人 作为二十间房屋的基业 你们要划分一块地做成的基业 宽两公里半 长十二公里半 在所县的圣区旁边 归给以色列全家 归给君王之地 要在所县的圣区和城的基业两旁 一块对着所县的圣区 一块对着城的基业 从西边那块地的西面边界 到东边那块地的东面边界 长度与美支派所分得的地一样长 这地在以色列中要归给君王做基业 我所立的君王都不可再欺压我的子民 却要按支派把地分给以色列家 主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的君王啊 你们所做的该够了吧 你们要除掉强暴和毁灭的事 实行公平和公义 不要再掠夺我子民的产业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你们要用公道的天秤 公道的良器 良固体的依法和良一体的霸特的容量要相同 以霸特等于赫梅尔的十分之一 以依法也等于赫梅尔的十分之一 都以赫梅尔的容量为准 重量单位的一摄克勒是二十基拉 二十摄克勒加二十五摄克勒和十五摄克勒 就是你们的印尼娜 你们所当献的贡物是这样 以赫梅尔小麦要献以依法的六分之一 以赫梅尔大麦要献以依法的六分之一 现有的规定是这样 要用霸特来量 以科尔要献以霸特的十分之一 原来以科尔等于十霸特或是以赫梅尔 因为十霸特就是以赫梅尔 从以色列肥沃的草场上 每二百只羊中要献一只羊羔 这些供物要做素祭、繁祭和平安祭 为他们赎罪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国中所有的人民都要奉上 贡物给以色列的君王 君王要在节旗、月朔、安息日 就是在以色列家一切规定的节日上 奉上梵祭、宿祭和殿祭 他要预备赎罪祭、宿祭、梵祭和平安祭 为以色列家赎罪 主耶和华这样说 正月初一日 你要取一头无残疾的公牛毒 劫尽圣所 祭司要取些赎罪祭生的血 抹在殿的门框 祭坛台上的四角 以及内院的门框上 正月初七日 你也要为犯了误杀罪的 或因愚谋而犯罪的人这样行 为圣殿赎罪 正月十四日 你们要守逾月节 节其共七天 期间你们要吃无效饼 在那一天 君王要为自己和国中所有的人民预备一头公牛做赎罪祭 这节其的七天 每天他都要为耶和华预备无残疾的公牛七头和公绵羊七只做反祭 他每天又要预备公山羊一只做赎罪祭 他也要预备肃祭 每一头公牛要与十七公升细面一同线上 每一只公绵羊要与十七公升细面一同线上 每份十七公升的细面加油三公升 七月十五日 守节的时候 他也要这样行 照着逾月节的赎罪祭、繁祭、素祭和油的条例去做 以西节书第四十六章 主耶和华这样说 内院朝东的门在工作的六天里必须关闭 在安息日却要打开 在月朔之日也要打开 君王要从外面经这门的门廊进入 站在门框旁边 祭司们要为他预备梵祭和平安祭 他要在门桿那里敬拜 然后出去 这门不可关闭 直到晚上 每逢安息日和月朔 国中的人民要在这门口 在耶和华面前敬拜 君王在安息日所献给耶和华的梵祭 是六只无残疾的羊羔和一只无残疾的公绵羊 所献的素祭是这样 公绵羊要与十七公升细面一同献上 他要按着自己的能力 随同那些羊羔献上若干份细面 但每份细面加有三公升 他要在月朔献一头无残疾的公牛毒 六只羊羔和一只公绵羊都是无残疾的 他要预备素祭 公牛要与十七公升细面一同献上 公绵羊要与十七公升细面一同献上 他要按着自己的能力 随同那些羊羔献上若干份细面 但每份细面加有三公升 君王进入的时候 要经这门的门廊进入 也要从原路出去 在各指定的节日中 国中的人民来朝见耶和华的时候 那从北门进来敬拜的 要从南门出去 那从南门进来的 要从北门出去 谁也不可从他进来的门回去 却要从对面的门出去 君王要在人民当中 人民进入的时候 他也进入 人民出去的时候 他也出去 在节期和指定的节日中 所限的素祭是这样 每一头公牛要与十七公升细面一同献上 每一只公棉羊要与十七公升细面一同献上 每一只羊羔要按着他的能力与细面一同献上 每份十七公升的细面加有三公升 君王把甘心献的梵祭或平安祭献给耶和华的时候 朝东的门要为他打开 他就献上他的梵祭和平安祭 正如他在安息日所献上的一样 他献完了就出去 他出去以后 门就要关上 每天你要预备一只一岁无残疾的羊羔献给耶和华做饭祭 每天早晨都要献上 每天早晨也要预备铜献的素祭 细面两公斤 并调和细面所用的油一公升 做长献给耶和华的素祭 这是永远的定力 所以每天早晨要这样预备羊羔 素祭和油 做长献的反祭 主耶和华这样说 君王如果把自己一部分的产业做礼物 赐给他的一个儿子 这产业就要归给他的子孙 那是他们所承受的基业 君王如把自己的一部分产业做礼物赐给他的一个臣仆 这产业就要归给那臣仆直到自由之年 然后要归还给君王 君王的产业至终只可归儿子所有 君王不可夺取人民的产业 把他们赶离他们的基业 他要从自己的基业中把产业赐给自己的儿子 免得我的子民因被赶离自己的基业而四散 那带领我的 领我从门旁的入口 进到那些朝向北面 供祭司使用圣洁的房子 在西边的尽头有一块地方 他对我说 这就是祭司主赎签祭生和赎罪祭生以及考宿祭的地方 免得祭物带出外院使人民成圣 他又领我出到外院使我经过院子的四个角落 院子的每个角落都有一个小院子 院子四个角落的小院子每个长二十公尺 宽十五公尺 四个角落的院子大小都是一样 在四个小院子里面每个四边都有一排石墙 在这四排石墙下面都有炉灶 他对我说 这些都是厨房 在圣殿里供职的要在这里主人民的祭物 以西结书第47章 然后他带我回到圣殿的门口 有水正从殿的门槛往下流出来 向东流去 因为圣殿是朝东的 这水从殿的右边 从祭坛的南边下面流出来 他又带我从北门出来 再领我从外面绕到朝东的外门 有水正从右边流出来 那人手里拿着一根准绳向东走出去的时候 量了五百公尺的距离 然后领我从水中走过去 那里的水到了脚踝 他又量了五百公尺 然后领我从水中走过去 水到了膝盖 他又量了五百公尺 然后领我走过去 水到了腰 他再量了五百公尺 水已成了一条河 以致我不能走过去 因为水是高涨 成为只可供游泳的水 而不能走过去的河 他对我说 人子啊!你看到了吗? 他就领着我 带我回到河边 我回来以后 看见河这边 河那边的岸上有很多树木 他又对我说 这水要向东方的地区流出去 下到亚拉巴 流入死海 这水流入死海 就是海里的水变淡 那时 这河流过的地方 所有滋生的动物都可以存活 这水流到哪里 哪里就有许多鱼 因为这河流到哪里 海水就变淡 一切都可以存活 必有渔夫站在河边 从引基底直到引蚁隔连 都是晒网的地方 各类的鱼都像大海里的鱼那样多 只有沼泽和洼地的水不能变淡 留作产颜之用 在河这边和那边的岸上 都必有各种果树生长 可作食物 树上的叶子不枯干 果子也不断绝 每月必结出新果子 因为树所需的水是从圣所里流出来的 树上的果子可作食物 叶子可以治病 主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按着以色列十二支派分地为业 要照着这些地界 约瑟要得双份 你们要均分这地为业 因为我曾举手要把这地赐给你们的列祖 这地必归给你们为业 这地的边界是 北边从大海经西特伦的路 到西达达的入口 又经哈马、比罗他和位于大马士革边界 与哈马边界之间的西伯连 直到浩兰的边界的哈萨哈提干 这边界从海到哈萨一难 北边有大马士革的边界 在北有哈马的边界 这是北面的地界 东面的地界是在浩兰和大马士革之间 基列和以色列地之间的约旦河 你们要从北面的地界量到东海 这是东面的地界 南面的地界从他马到米利巴加迪斯水 经埃及小河到大海 这是南面的地界 西面的地界是大海 从南面的地界到哈马口的对面 这是西面的地界 你们要按着以色列的支派分这地 将来你们要抽签分这地为业 归给你们和你们中间的外族人 他们在你们中间生儿育女 你们应该看他们如同本地生的以色列人 他们要在以色列支派中 与你们一起抽签分地为业 将来无论在哪一支派里 若有外族人寄居 你们就要在那里把他的产业分给他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以西结书第四十八章 各支派名下的产业是这样 在北边尽头的地界起 沿着西特伦的路 经哈马口到大马士革边界上的哈萨一南 北边靠着哈马地 从东到西是淡的一份 沿着淡的边界 从东到西是亚瑟的一份 沿着亚瑟的边界 从东到西是拿弗塔利的一份 沿着拿弗塔利的边界 从东到西是马拿西的一份 沿着马拿西的边界 从东到西是以法连的一份 沿着以法连的边界 从东到西是流本的一份 沿着流本的边界 从东到西是犹大的一份 沿着犹大的边界 从东到西 就是你们所要献出的圣区 长十二公里半 从东到西的长度 与其他各份的一样 圣索要在其中 你们献给耶和华的地区 要长十二公里半 宽十公里 献给祭司的圣地 北边长十二公里半 西边宽五公里 东边宽五公里 南边长十二公里半 这地要归给祭司 就是撒都子孙中分别为圣的 他们守我所吩咐的职责 以色列人走迷路的时候 他们不像立位人那样走迷路 因此 从所献的圣区 要有一块地 献给祭司 作为至圣之地 这地沿着立位人的地界 沿着祭司的地界 要有一块地 献给立位人 长十二公里半 宽五公里 祭司的地 也是长十二公里半 宽五公里 这地的任何部分 不可变卖 不可交换 也不可转让给别人 因为它是这地中最好的一份 是归耶和华为圣的 所剩下的地 宽两公里半 长十二公里半 要做俗地 供城市居民和郊野之用 城要在其中 城的大小是这样 北边二千二百五十公尺 南边二千二百五十公尺 东边二千二百五十公尺 西边二千二百五十公尺 城要有郊野 北边一百二十五公尺 南边一百二十五公尺 东边一百二十五公尺 西边一百二十五公尺 这俗地两旁剩下的地 沿着所限的圣区的长度计算 东边五公里 西边五公里 这些地的出产 要给城里的工人做食物 城里的工人来自以色列各支派 耕种这地 所限的整个地区 长十二公里半 宽十二公里半 是建方的 你们要把所限的圣区 连同城的基业一起线上 所限的圣区和城的基业 两旁所剩下的都要归给君王 从那宽十二公里半的县地 以东至东面的边界 以及从那宽十二公里半的县地以西 至西边的边界 沿着其他各分地 都要归给君王 这样 所限的圣地和殿的圣所 都在这两块地的中间 地位人的基业和城的基业 都位于君王的地中间 君王的地是在犹大的边界 和遍雅敏的边界中间 至于其余的支派 从东到西是遍雅敏的一份 沿着遍雅敏的边界 从东到西是西面的一份 沿着西面的边界 从东到西是以撒加的一份 沿着以撒加的边界 从东到西是西部伦的一份 沿着西部伦的边界 从东到西是迦德的一份 迦德南面的边界 是从塔玛到米利巴加底斯水 经埃及小河到大海 这就是你们要抽签 分给以色列各支派为业的地 这些分地就是他们所得的份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城北面的长度是2250公尺 城的出口是这样 城门要按以色列各支派取名 北面有三个门口 一个是刘本门 一个是犹大门 一个是立位门 东面的长度是2250公尺 有三个门口 一个是约瑟门 一个是汴雅敏门 一个是淡门 南面的长度是2250公尺 有三个门口 一个是西面门 一个是以撒加门 一个是西部伦门 西面的长度是2250公尺 也有三个门口 一个是迦德门 一个是亚瑟门 一个是拿福塔利门 城的周围共长9000公尺 从此以后 这城的名字要称为耶和华的所在 有三个门口 是西面的超重的 有三个门口 跟上海盒灭 一边是一边 那是西面的 一边是 越来越多的 一边是四千里